第二千七百四十一章挑战,陆建峰山脚下的喜剑池水,已经对北明雪不会造成什么伤害,而这一日,北明雪换了个办法,直接来到陆建峰的剑气瀑布下方修炼,这可要比在喜剑池中修行凶险得多,陆建峰冲天而立,直入云端,从山顶上坠落下来的剑气瀑布,杀伤力极为恐怖。 北明雪前往剑气瀑布下的第一天,还没撑过半炷香,就被剑气瀑布重创,再度晕倒在喜剑池中,又是苏子墨及时出现,将北明雪带回洞府。 哎,北明师妹这是魔争了啊,修炼之道,本就不是急于求成,哪有像北明师妹这样折磨摧残自己的?这种非人的修炼方法,根本不可能是北明师妹想出来的,肯定是纳德姓苏的逼迫。 陆建峰的一众剑修愤愤不平,对苏子墨的存在,越发反感和抵触。陆建峰的意识大殿,真是太胡闹了,一位真一静剑修站出来,抱怨道,自从哪个姓苏的来到咱们见界,北明师妹被他折磨成什么样子了? 纳德姓苏的说是来拜访见界,但这一个多月,他大多就躲在北明师妹的洞府中,都很少露面,我看他是怕了咱们见界中人。 丰主极为看重北明师妹,他怎么说,亦是大殿中,众多剑修聚集于此,议论纷纷,不少剑修都望向居中而坐的王栋,也是陆建峰的第一人。 王栋道,师尊必然也是关心此事,可师尊不仅是咱们陆建峰的丰主,还是洞天静强者,以他的身份境界,也不好出面插手此事。 这件事,还得咱们想法此解决,王栋对北明雪,一直都有些喜欢,只是他从未公开表露过。 这些天来,看到北明雪受苦,他也有些心疼。 但他毕竟是陆建峰第一人,已经修炼到真一静的洞虚席,算是巅峰真仙,若是去找苏子墨,未免有些以大欺小。 在见界,最重要的便是公平,除非极特殊的情况,在见界之中,默认只有同阶修士之间,才能相互切磋论剑。 若是有人仗着修为境界高过对方一筹,即便赢了,也不会赢得见修的尊重,还会惹来非议和嘲笑。 想苏子墨如今是归一旗真仙,见界之中,就只能寻找归一旗的真仙与之切磋。 哪怕只高出一个境界,达到天人旗,在众多剑修看来,这都是以大欺小,胜之不武。 王师兄,你想想办法,一味剑修道,这样修炼下去,北明师妹恐怕要被那个姓苏的炼废了。 是啊,北明师妹的剑道天赋,连锋主都赞赏不已,怎么能毁掉那人的手中? 王栋沉吟许久,眼眸中闪过一抹剑光,似乎已有决定,道,看来,也只能如此了。 我们陆剑峰中,选出一位战力最强的归一旗真仙,去与那位苏道友切磋一番。 若是能将他打败,便顺劝说一番,让他知难而退。 众目睽睽之下,只要这位苏道友败了,估计他也不好意思再当北明师妹的师尊。 楚轩点点头,道,正是如此,若是连我们都敌不过,他根本不配当北明师妹的师尊。 我去,楚轩第一个站出来,道,不管怎样,这位苏道友毕竟是我们带回来的,这件事我有责任。 李,王栋沉吟不语,有些犹豫,楚轩是归异其真仙,但他的战力,在这个层级上,只能算是上层,还没到最强。 王栋缓缓道,这一战,关系甚大,许胜不许败。 一方面是旧北明师妹于水火,另一方面,不能弱了我剑界的名号。 我来吧,就在此时,一位剑修战了出来,淡淡地说道。 列臣,陆建峰中,最有名的天骄之一,在普通弟子中,也只在北明雪的手中败过。 踏入真一境,渡劫之时,曾引来七九真一天节,声势浩大。 王栋见涅臣站了出来,才放下心来,汉守道,有涅师弟出手,这一战的胜负,倒是没什么悬念。 只是,有几句话,还要叮嘱师弟,王栋想了想,才道,我总觉得此人或许有些强大的底牌手段,涅师弟与之交手,千万不要大意。 师兄放心,列臣道,我若出手,不论对手是谁,都会全力以赴。 在我这里,没有轻叠二字,王栋又笑了笑,道,但涅师弟也要掌握好分寸,对方毕竟远来是客,还曾是北明师妹的师尊,若是能够轻松取胜,点道即止即可,不要失了礼数。 涅臣撇撇嘴,道,我才不会伤他性命,到时候,给他一个刻骨铭心的教训便是。 嗯,如此甚好,王栋放下心来,笑着说道,我就不过去了,免得让那位苏道有压力太大,我去准备一些好酒,等候涅师弟凯旋。 涅臣微微仰头,傲然道,那师兄可要快些准备,我去去就来。 其余见修文言,也纷纷叫好,跟随着涅臣,朝着北明雪的洞府急驰而去。 没过多久,涅臣一行人就已经来到北明雪的洞府前。 这一路上,自然引来众多剑修的观战,声势浩大,抵达洞府前的时候,陆建峰大半的剑修,都吸引过来了。 除了剑界安排的一些论剑排名站,陆建峰上,已经很久没有这么热闹了。 没等涅臣喊话,早有剑修按耐不住,上前叫门。 苏子墨在洞府中,正在给北明雪疗伤,察觉到外面的喧嚣吵闹,不禁皱了皱眉。 外面怎么了,北明雪的疗伤才刚刚开始,原神虚弱,探查不到外面的情形,低声问道。 你稍等一会儿,我出去看看。 苏子墨身形一动,便来到洞府门前,推门而出。 看到苏子墨走出来,门外的喧嚣顿时安静下来。 一个多月的时间,苏子墨利用地狱名权,已经将体内两大诅咒尽数驱除,状态恢复如初。 诸位前来所为何事?苏子墨问道,涅臣怀中抱着一柄长剑,缓缓朝着苏子墨行去,口中说道,听闻道友来自天界。 在下涅臣,归异其真心,愿与道友切磋一番。 第二千七百四十二章里让三招,找我切磋,苏子墨望着对面这个幻作涅臣,有些天真的剑修,怀疑对方是不是选错了人。 但他转念一想,天界与间界之间相隔太远,间界中人根本不认识他是谁,更不知道他有什么手段。 此人前来切磋,倒也可以理解,只不过,对于如今的苏子墨而言,踏入真一境之后,十二品清廉真身已经成长到巅峰状态。 即便他不动用血脉,不动用任何神通秘法,只是凭借着清廉真身,都能碾压所有归异其真心。 北明雪还在洞府中,等着他回去疗伤,而且,他的体内,还积累沉淀着大量来自地坟的能量。 去除两大诅咒之后,他准备将这些能量炼化吸收,突破到天人旗,没想到,这个时候涅臣找上门来。 见陈见苏子墨沉默不语,以为他有所顾虑,便上前说道,苏道友,你来见界也有一段时间了,周围师弟听说道友来自天界,都想要见识以下道友的手段。 苏道友放心,涅臣师弟会掌握好分寸,点到即止。 行啊,苏子墨点点头,他只想着快点结束,返回洞府帮助北明雪疗伤,自己继续修行。 至于这个什么涅臣,对他而言,根本就不算挑战。 而且,他对见界的印象不错,对方上门拜访切磋,他也不好回绝。 更何况,见界对他始终以礼相待,即便前来挑战,也只是找了一个归一旗的剑修。 见陈见苏子墨一口答应下来,还愣了一下,感到有些意外。 这边的动静,将陆见风大半的剑修都吸引过来,围成一团, 礼三层外三层,越聚越多,一个个神色兴奋。 列臣上前一步,神色淡定,道,苏道友,你毕竟远来是客,可以先出手,我让你三招。 听到这里,人群中传来一阵叫好声,列臣主动放弃先机,让对方出手。 礼让三招,在众多剑修看来,已经算是给予苏子墨足够的尊重。 让我先出手,苏子墨神色有些古怪,列臣微微汗手,道,你竟可出招,三招之内,我绝不还手。 但三招之后,你可要小心了,苏子墨笑着点点头,见陈深吸一口气,扬声道,两位准备,开始。 话音刚落,苏子墨身形移动,瞬息间来到聂臣的身前,速度快得惊人。 聂臣心中一惊,好快,因为刚刚说出口,要礼让对方三招,聂臣也不好出手反击,只能下意识地抽身后退。 苏子墨叹出手掌,朝着他怀中暴着的长剑抓了过来。 没等聂臣反应过来,苏子墨的手掌,已经抓住剑柄。 嗡,一道赤声璀璨的剑光炸闪,伴随着一道轻悦的剑银声。 围观的众多剑修,只是感觉到眼前有一道光滑闪过,又瞬间隐没,消失不见。 下一刻,苏子墨已经回到原处,好似从未移动过。 两人刚刚一触及分,交手太快了,没有多少剑修看清楚,中间发生了什么。 苏子墨神色平静,而聂臣的脸色有些难看,一语不发。 刚才怎么回事,不清楚,好像没到三招之促吧,怎么不打了。 刚才那道剑光,是不是聂臣师兄没有控制住,提前出手了。 一众剑修议论之中,只见聂臣的眉心处,渐渐渗出一抹血迹。 一滴刺眼心红的鲜血,缓缓流淌下来,悬在鼻尖处。 这,周围的议论声,渐渐奚落,只是刚刚那般电光火时间,聂臣居然受伤了。 除了聂臣和苏子墨两人,没有多少人能看清楚,刚刚究竟发生了什么。 苏子墨近身,就在聂臣的面前下,拔出他怀中的长剑,一剑刺破聂臣眉心,随后又将聂臣的剑,送回剑鞘之中。 聂臣心中很清楚,在这一连串的动作之下,苏子墨有一百种办法能杀死他。 而他,完全躲闪不掉,差距太大了,若是让对方出手,他连出剑的机会都没有。 聂臣深吸一口气,神色凝重,沈声道,苏道有,我必须承认,若是让你抢先出手,我确实敌不过。 苏子墨唯唯一笑,这位剑修导也算坦荡,没有恼羞成怒,而是承认自己已经落败。 聂臣道,不过,我一身的手段,全在这柄长剑之上。 我想要重新挑战道友,不再礼让,还请道友成全。 这一次,聂臣完全收起自己心中的高傲,不敢有半点疏忽。 好啊,苏子墨随意地点点头,嗡,这一次,聂臣第一时间将长剑, 拔出来,横于胸前,身上杀气腾腾,散发出剑道的杀戮意志。 聂臣已经将苏子墨视为平生最强的对手,不敢有丝毫保留。 苏子墨仍然没有多余的动作,好似闲停信不斑,上前一步,瞬息间来到聂臣身前。 这步伐看似随意,但其实,融合了九宫为不合离天部的道法傲义。 不但瞬间横跨虚空,还迸发出射人心魄的无敌气势。 别说对面只是皈依其的真仙,便是换作天人其真仙,也未必能占的先机。 苏子墨出手,朝着聂臣手中的长剑抓过去。 聂臣疯狂催动道果,脑后绽放出一团团道法光晕,手中长剑转动,爆发出灵力至极的剑势。 但苏子墨更快一步,聂臣所有的这些剑势,还没能释放出来,他的手腕,就被苏子墨抓住,只是轻轻一捏。 聂臣吃痛,手掌一松,长剑已经落入苏子墨的手中。 苏子墨掉转长剑,剑光荡起,又瞬间消失。 他的身形,已经退回到原处,两人仍是相得十丈站定,聂臣怀中抱着一柄长剑,好似什么都没发生过。 只是,他的眉心,再添一道血痕,这一剑,但凡深入一点,他都将身死盗销,横尸当场。 我败了,沉默许久,聂臣才缓缓说了一句,随后,他对着苏子墨微微拱手,默默地转身离去。 周围的人群中,传来一阵叹息,剑臣的眼中,也略过一抹万袭,没想到,陆建峰归一旗的聂臣,都没能敌过此人。 而且,此人刚刚显露出来的手段,确实可怕,不但身法速度极快,而且肉身强大。 赤手空拳,居然能打败持剑在手的聂臣。 剑臣自损,便是自己对上苏子墨,都未见得稳赢。 第2743章一败涂地,义士大殿中,王栋被毫美酒,等待聂臣凯旋,对于这一战,在他看来,应该不会出现什么意外。 聂臣凝聚到果,踏入真一进食,曾引来七九天节,这在剑界之中也并不多见。 而且,聂臣在陆建峰归一旗的剑修之中,站立牌的上前五。 果不其然,没过多久,聂臣的身影出现在义士大殿的门口。 王栋面带微笑,迎了上去,赞叹道,这还不到半炷香的时间,聂师弟好手段,果然够快。 聂臣听到这句话,嘴角不受控制地抽动了下。 王栋见聂臣脸色不太对,情绪也有些消沉,不禁为为皱眉。 他定睛一看,发现聂臣的眉心处,两道细微的剑痕。 虽然伤口已经愈合,但还是能看出一丝痕迹,聂师弟败了。 王栋试探着问道,聂臣叹息道,这个天界来的修士,确实有些倒横,我敌不过。 王栋安慰道,无妨,聂师弟不必灰心,我被修士修行至今,谁还没拜过。 聂臣苦笑一声,其实,拜也就拜了,只是,他实在拜得太过彻底,对方连兵器都没用,结果,他一个回合都撑不过去。 这对他的打击太大了,王栋见聂臣意志消沉,便鼓励着说道,聂师弟不必气馁,我陆建峰这一末的剑道,意在杀伐,出手见血,方显威力。 他远来是客,你有所收敛,发挥不出杀戮剑道真正的威力,落败在情理之中。 若是生死之战,我看你们谁胜谁负,还是未知。 聂臣唯唯张口,欲言又止,他不是没发挥出来,是苏子墨根本没给他这个机会。 刚刚若是生死之战,他都不知道死了多少回。 两人没聊几句,外面突然有见羞匆匆忙忙地跑过来,气喘吁吁地说道, 王师兄,聂师兄落败之后,楚勋等师兄师姐看不过去,也站出来挑战那人,胡闹。 王栋呵斥一声,道,既然要与对方切磋论剑,当然是在公平的环境之下, 今日聂师弟已经与他比过剑,想要再比,怎么也要等一日,给对方一个歇息的时间。 若是车轮战胜了他,也是胜之不武,岂不惹人耻笑,传出去,还会说我们见戒欺负外人。 那得见羞神色善善,小声之吾着,谁欺负谁还不一定啊。 嘀咕什么呢,王栋皱眉道,你速速回去,阻止楚勋师妹等人, 对方名义上是北明师妹的师尊,我等莫要失了礼数。 车轮战这种事,可做不得,这位见羞神色尴尬,道, 王师兄,你说晚了,我赶过来的时候,就已经结束了。 结束了,王栋有些无奈,问道,没伤到那位苏道友吧。 旁边的聂臣,嘴角又抽动了几下, 呃,这位见羞忍不住翻了个白眼,道,王师兄, 你可能还不太清楚这个姓苏的手段,楚勋师姐等十几位见羞上前, 在他手中,连一个回合都没撑过去,全部落败。 嗯,王栋眉毛一挑,楚勋师妹十几位见羞,轮番挑战此人, 居然全部落败。 王栋下意识地看向旁边的聂臣,聂臣轻咳一声,道, 刚才我忘记说了,我在那位的手中,也没撑过一个回合。 他有这么强,王栋脑海中,浮现出与苏子墨初见的一幕, 在对方的身上,似乎并未感受到什么威胁。 王栋沉吟少许,问道,此人可是借助了什么强大的领保? 列臣道,跟我交手时,他就是赤手空拳,在我面前,两次夺走我手中的剑,把我伤了。 赤手空拳,能夺走剑修手中的剑? 王栋暗暗点头,看来此人确实有些手段。 王栋又问道,他动用了什么神通秘法? 没有,那位剑修摇了摇头,什么意思? 王栋没听懂,下意识地问道,你们没有看出来,他所释放的神通秘法的来历。 那个剑修老老实实地答道,他没有释放任何神通秘法。 王栋愣了一下,一时间还没反应过来。 真心之间的争斗,没有释放神通秘法。 那个剑修道,那人就是凭借着一套直来直去的拳脚功夫,就把楚轩师姐等人打得落花流水。 就在此时,外面又有一位剑修朝此地急驰而来。 刚刚迈入大殿,这位剑修便高声喊道,王师兄,那个人已经在北明师妹的洞府前,连续打败四十多位剑修了。 王洞听的心脏砰砰乱跳,血液上涌,呼吸都变得有些不稳定。 刚刚才打败楚轩等十几位剑修,这才多大一会儿的功夫,又打败二十多位剑修。 车轮战,已经够丢人的了。 车轮战,若是还败得如此彻底,那陆剑锋的颜面,在剑戒之中,真是荡然无存。 王洞此时也顾不得许多,不管怎样,苏子墨来自天界,他们身为剑戒的剑修,自然不能弱了阵势,输了颜面。 王洞审声道,叫布瑶、文正两位师弟来见我。 布瑶师兄,文正师兄听到此事,都已经赶过去了。 那个剑修连忙说道,王洞轻输一口气,微微汗手,道,这就好。 列臣等几位剑修对势一眼,都有些坠坠不安。 他们见识过苏子墨的手段,真正感受过那种不可战胜的强大。 布瑶、文正虽然在陆剑锋中,属于归异其真仙中数一蹴二的强者,但对上此人,恐怕还是胜负难料。 王洞似乎也有些坐不住了,深吸一口气,道,走,我也过去看看,正好见见此人的手段,为布瑶、文正两位师弟压阵。 王洞等人还没有走出异式大殿,远处又有一位剑修赶过来。 见到此人慌慌张张张的样子,王洞心中一沉。 王师兄,不好了,这位剑修看到王洞,大声道,布瑶、文正两位师兄,被那人两掌就给拍晕了,连剑都没拔出来。 这个消息,如同一道惊天大雷,踢得王洞有些发晕。 布瑶,文正两人也败得太快了吧。 身为剑修,连剑都没拔出来,这是传出去,恐怕将成为八大剑锋最大的笑话。 第二千七百四十四张五位添交,陆建峰对于苏子墨的这场挑战,并未持续多久。 不到一个时辰的时间,就已经结束。 在布瑶、文正两位归一齐真仙接连落败之后,陆建峰便再没有什么人站出来。 陆建峰的真仙数量,超过千人,归一齐的真仙数量,更是达到五百之上。 但连布瑶,文正两人全部落败,而且是惨败于苏子墨手中,连剑都没拔出来,其余剑修在上前挑战,无非是自取其入。 苏子墨想着快点结束战斗,返回洞府被北明雪疗伤,也就没有与对方多作纠缠。 但这件事,却在八大建峰之间,引起巨大的震动。 听说了嘛,北明雪下界的师尊跑到陆建峰去了,结果在一个时辰之内,打败四十九位陆建峰的剑修。 这么强,此人什么修为,据说是归一齐真仙,那修为境界也不高啊,凭他也配当北明师妹的师尊。 矛盾就在这里,我听说,这人训练北明师妹的方法实在太过残酷,陆建峰众位同门看不过去,才想着给他个教训,没想到被人家给教训了。 五行建峰,八大建峰之一,这一日,五行建峰的大殿中,几位真仙坐在一起,一边品茶,一边随意地闲聊着。 陆建峰这次可丢人丢大了,居中的建修微微摇头,感慨一声,这位名为公孙宇,乃是五行建峰真传弟子第一人。 左边那人目光伶俐,道,陆建峰当年何等强大,位居八大建峰之首,没想到,如今竟沦落到这一步,车轮战都没打过别人。 这位道号泰来,来自吉建峰,亦是吉建峰真传弟子中的第一人。 右边的剑修长心重,一柄柄长剑忽闪忽现,似真似幻,接口道,陆建峰当年之所以能成为八大建峰之首,也是因为诸仙帝君的存在。 当初他创造出三大建决,创立杀戮剑道,在剑界开辟第八峰,便是如今的陆建峰,明镇天界。 这位名为沈岳,来自幻建峰,只可惜,诸仙帝君身死盗销,三大建决虽然流传下来,但也少了一丝神韵。 另一位剑修叹息一声,这位剑修却是一位和尚,手中捏着一串念珠,名为绝建僧,来自禅建峰。 一位身形高大魁伟,气息蛮横的壮汉翁声说道,是啊,这么多年过去,那道无上神通诸仙剑,始终没人能修炼成功。 因为北明师妹的出现,陆建峰的不少前辈,都将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只可惜,他修炼差了,无法凝聚道果,踏入真一境,就更没希望修炼出诸仙剑了。 这位壮汉名为秦忠,身上穿着古铜色战甲,后面背着一柄宽厚沉重的巨剑,来自霸建峰。 在场这五位,在各大建峰之中,均是数一数二的巅峰真仙。 如今聚在一起,自然也是听说了陆建峰那边传过来的消息。 五行建峰的公孙宇看向太来建仙,笑着说道,如今看来,最有希望修炼出无上神通诸仙剑的, 反倒有可能是极建峰的一位师弟。 太来建仙点点头,道,我这位云师弟虽然来自天界,但在剑道上的天赋确实极强, 古今罕见,而且得到过诸多剑道传承,踏入真一境时,曾引来八九天节。 师尊对他都赞许有加,甚至亲口说过,他是最有可能领悟出诸仙剑的人。 情中大声道,不管怎样,陆建峰也是八大建峰之一,他们折了颜面,咱们脸上也不好看。 再者说,北明师妹这么好的剑道天赋,千万别被那人给毁了。 绝建僧也点点头,道,师尊找我提过此事,他比较担心北明师妹,不好亲自出面,便让我想想办法。 绝建僧的师尊,便是禅建峰的丰主。其他几人对视一眼,都心赵不轩,实际上,北明雪这边的情况,不仅引来他们的注意,就连八大建峰的丰主,都在默默关注。 只不过,八大丰主均是洞天境的巅峰剑仙,面对一个天界来的小小真仙,自然不好出面。 诸位都说说,此事怎么办?公孙宇问道,换建峰的审阅道,倒也简单,咱们几封各自挑选一位龟一旗的最强剑仙,再去登门挑战便是。 此人再强,还能挑翻我们八大建峰的所有天骄。 也好,公孙宇微微汗手,道,我五行建峰中,在龟一旗真仙中,确实有一位站立在不摇文正之上。 行中看向太来建仙,问道,你们及建峰那位有空吗?若是他出手,那人必败。 太来建仙笑了笑,道,云师弟还在闭关,这点小事,没必要让他出面。 几位建仙又聊了几句,才各自返回。 第二日,陆建峰的义士大殿,五行建峰的公孙宇,吉建峰的太来建仙,幻建峰的沈岳,禅建峰的绝建僧,还有霸建峰的秦宗,同时抵达。 王栋见这几位现身,就知道是为了什么。 没想到,陆建峰的事,还把你们几位都惊动了。 王栋迎上去,将五位请进大殿中,苦笑一声,道,惭愧,惭愧。 公孙宇笑道,王兄不必如此,八大建峰的建修,都是同门子弟,陆建峰遇到难事,我等自然不能袖手狂观。 秦中大笑道,主要也是不忍见北明妹子的建道天父,被那人给毁了,他一个归异其真仙,眼界能高到哪去,还指点北明妹子道法。 呸,正好给他点教训,让他知道人外有人,天外有天。 王栋迟疑了下,道,诸位同门可能还不清楚,这人确实有些手段,他,王兄不必担忧。 沈月笑了笑,道,这次我们武风挑选出来的归异其真仙,在同街中未尝一败,战力处在顶尖,出不了错。 绝剑僧也微微汗手,道,武大剑修灯门,那人的道横在身,也不可能连过五官。 王栋看着武人如此自信,不禁忧心忡忡,暗暗嘀咕,当初,我跟你们一样自信,公孙宇道,王兄,我们在这稍作休息,平平相察,等待那边的喜讯就好。 话音刚落,外面一道身影朝着此地急驰而来。来了,太来剑仙眼前一亮,笑道,没想到,比我们想象中的环快,武大剑修天骄,估计他一味都没敌过。 转眼间,这位剑修冲进大殿,脸上的震惊之色人未散去,喘息着说道,启禀王师兄,武大剑封来的师兄,全被那人给拍晕了。 王栋威威耸肩,毫不意外,这,公孙宇,太来剑仙等人神情将注,愣在原地。 第二千七百四十五章传承剑绝,苏子墨解决掉刚刚登门挑战的五位剑修,便返回洞府之中,北明雪也刚刚从修行中苏醒过来。 外面又有人来打扰师尊,北明雪微微皱眉,苏子墨笑了笑,道,听说是其他几座剑锋的天骄,没想到, 传授你五道的这段时间,居然在剑戒中引起这么大的动静。 这几天,苏子墨也渐渐明白过来,这群登门挑战的剑修,无非是看不惯他传到北明雪,更不忍看见北明雪受到残酷的折磨,所以才想要出头。 吃尊,对不起,北明雪道,我现在就去找丰主,让他约束一些陆建峰的真传弟子,省得总来打扰你。 无妨,苏子墨摆摆手,笑着说道,这些人还挺有趣的,对我没什么影响。 有趣,北明雪眨了眨眼,有些迷惑,苏子墨玩耳,解释道,间接的修炼环境和氛围很好,你飞升之后,能降临在间接,是你的幸运。 苏子墨这句话,确实是有感而发,他虽然之前一直在天界修行,但也看过一些关于上界的记载。 上界的环境,绝大多数都是残酷血腥,强者为尊,如同黑暗丛林。 即便是天界的九霄仙玉,亦是如此,而间界明显不同,间界中少了许多尔虞我诈,勾心斗角,也不会因为你来自下界,便对你有所轻视。 见界,极为看重公平,这些见修,在他的手中,连一个回合都撑不下去,甚至有很多见修连出见的机会都没有。 双方战力相差如此之大,见界却从未想过要让境界更高的真仙前来,将他镇压。 或是,三两个人同时对他出手,见界中人,凡事都要讲究公正,哪怕对待他这样一个外人,只要没有什么深仇大恨, 这些见修也不愿意大欺小,以多欺少。 这是见界中人,愿意坚守和信奉的一种精神。 在绝大多数人的眼中,这种精神或许显得有些迂腐,有些天真。 但在苏子墨看来,这是更加值得赞赏的一种文明。 所以,即便这两天来,见界中人上门挑战,他都没有下过重手,只是将对方降服即可。 对了,苏子墨突然想起一件事,道,我观察过陆见风见修的一些见道,里面蕴含着强烈的杀意,应该源自于三大见诀。 陆见风与当年那位创造三大见诀的见修,有什么关系吗? 北明雪点点头,道,那是见界的一位前辈,名为诸仙帝君,这片陆见风,就是因他而创立。 见界的疆域面积,整体上远不如天界,陆见风的这片大陆,还没有神霄仙玉辽阔,但陆见风的实力和底蕴,却不容小区。 陆见风,便是杀陆见道,苏子墨问道,天杀,必杀两大见诀,你修炼得怎么样了? 在天荒大陆的时候,苏子墨已经将两大见诀,传授给北明雪。 北明雪将两大见诀,在苏子墨的面前施展一遍。 苏子墨感受着里面蕴含的见义和杀义,微微汗手。 北明雪在见道上的天赋确实惊人,这些年来,没有他的指点, 两大见诀也已经修炼到大成。 也正是因为北明雪身负两大见诀,在飞升降临在见界之后,才会来到陆见风。 在陆见风中,他甚至有机会修炼人杀见诀。 只不过,他始终无法将三大见诀融为一体,领悟初无上神通诸仙剑。 由于诸仙帝君身允,记载三大见诀的古卷遗失。 三大见诀的法门,虽然流传下来,但诸仙帝君的建议,却无法传承下来。 而这种建议,全部封印在三张古卷中,也就是苏子墨手中的三大见诀。 只有亲眼目睹,感受到古卷上的建议,才有可能将三大见诀融合。 苏子墨将三大见诀的古卷拿出来,递给北明雪,道,从今天开始,你不但要去洗剑池的瀑布下,打熬肉身,淬炼血脉,还要继续修炼三大见诀,三物其中建议。 北明雪看到这三张古卷,眼前一亮。 他身为剑界的剑修,自然清楚,这三张古卷的贵重,对他的意义。 多谢师尊,北明雪郑重地接过三大见诀,开始在洞府中修炼起来。 虽说是苏子墨传道北明雪,但实际上,他通过北明雪的杀戮剑道,也同时在三物三大见诀。 如今,他已经初步将三大见诀融合,可以幻化出一柄诸仙剑的雏形。 只不过,他还没能真正领悟出无上神通。 在陆建峰的这些天,苏子墨一边吸收炼化陆建峰散发出来的杀气,一边三物三大见诀,收获也不小。 他极有可能在陆建峰中,将三大见诀彻底融合,领悟出诸仙剑。 几天后,陆建峰的意识大殿,除了王栋、公孙宇、太来剑仙、沈月、秦忠、绝剑僧之外,还多了两位洞虚奇的巅峰真仙。 其中一位身着黑袍,浑身弥漫着阴冷气息,脸颊消瘦,眼眶深凹。 此人名为丽血,来自摩剑峰,另一位神色冰朗,面无表情,漆黑的眼眸中好似看不到任何人,只有他手中的剑。 这位乃是绝剑峰的叶无尘,绝剑峰的第一人,亦是剑界的第一美女,林寻珍。 叶无尘的剑,在绝剑峰中,也仅次于林寻珍。 绝剑峰的剑修,大多都是如此,斩断七情六欲,对谁都是一副冷冰冰的模样,好似六亲不认。 绝剑峰和魔剑峰的剑道,都属于剑走偏锋,杀伐上,绝不弱于杀戮剑道。 像是魔剑峰的剑修,剑道入魔,将会失去理智,再加上魔功诡诀凶残,很难留守。 绝剑峰的剑修更是可怕,修炼绝剑之道,随时都可能进入一种特殊的状态,斩断七情六欲,唯有手中之剑,对方之血。 这两大剑峰的剑修一旦出手,便很难掌握好分寸。 王栋有些无奈,道,没想到,此事连你们两大剑峰都惊动了。 力学淡淡地说道,若非你们几大剑峰的剑修不行,我们也不会出面,剑戒的门面,总不能让一个外人踩碎。 王栋欲言又止,叹息一声,忧心忡忡地站起身来,在大殿中来回走动。 走了几圈,叶无尘似乎感到有些厌烦,突然开口,声音冰冷,道,你能停下来吗? 一个外人而已,值得你这么担忧,王栋转头看向叶无尘,问道,你以为,我在担心那位苏道友? 那你担心什么?叶无尘问道,王栋道,你们绝剑峰和魔剑峰的修士出手没分寸,我担心,那位的反击,也会更加强势。 我是担心,人家伤了你们两大剑峰的弟子。 第二千七百四十六张云师弟,力学文言,失笑道,他能伤得了我魔剑峰的剑修。 剑道成魔,战力会提升一个层次,便是对上天人旗的真仙,也有一战之力。 你多虑了,叶无尘看都没看王栋,也懒得解释,淡淡地说了一句。 要知道,绝剑峰在这一世为八大剑峰之手,叶无尘当然有这个自信。 就在此时,外面几道身影朝着此地急驰而来,细喘吁吁,眼眸中的震撼人未消散。 王栋见这些剑峰的神色,便已经猜出结果,微微摇头。 结束了,力学微微皱眉,望着步入大殿的那极为陆剑峰剑修,问道,福音师弟怎么没跟你们一起过来。 福音便是这里魔剑峰挑选出来,挑战苏子墨的剑修。 一位剑修轻壳一声,道,福音师兄他,拜了。 什么,力学突然起身,力声道,不可能,力兄,别激动,稍安勿躁。 公孙宇连忙劝说一句,道,先问清楚再说。 力学身上魔气缭绕,有些烦躁,少许之后,才渐渐冷静下来, 盯着那位剑修问道,福音怎么败的?两人大战了多少回合, 你仔仔细细地讲给我听听,不要错过任何细节。 而,那位剑修迟疑了下,如捏地说道,倒也算不上大战, 福音师兄一个回合,就被对方制住了。 啥,一个回合就败了,力学双全紧握,目光冲血, 身上剑气迸发,变得更加狂躁。冷静,冷静,王洞连忙上前, 按住力学,安慰着说道,我们几大剑锋的师弟, 也都是一两个回合,大家都一样。 力学渐渐贫富心神,身上的剑气,也随之收敛起来。 那位剑修小心翼翼地看了一眼力学,继续说道, 然后,福音师凶器不过,直接换魔,背后偷袭对方,我干。 听到这里,力学在也忍耐不住,破口大骂,福音这个狗东西, 还搞偷袭,我摩剑锋的脸都被他丢尽了。 王洞公尊宇,情终听到这里,也都撇了撇嘴, 对方已经放过你,因为心中不甘,搞背后偷袭, 这在间界,是最为人所不齿的行径。 王洞倾咳一声,帮着福音解释一句,道, 可能是福音师弟化魔,有点失去理智, 他本性应该不会偷袭。 力学哪顾得上这些,一边骂着,一边朝着大殿外冲去, 咬牙道,我现在就去给这小子一个教训, 妈的,让他尝点记性。 应该不用了吧,那位剑销倾咳一声, 道,福音师兄,已经被那位苏道友教训过了。 哈,力学一愣,下意识地问道, 那个姓苏的没事。 在力学的潜意识中,福音化魔,背后偷袭, 那个苏姓修是必败无疑。 王洞安辅道,力兄不要如此急躁, 先听王师弟把话说完。 这位王师弟继续说道, 当时福音师兄化魔,背后突然出剑, 在场众多剑修都没反应过来, 两人距离极尽,根本无法躲避。 怎料,那位苏道友似乎背后有眼, 都没有回头,只是反手屈指一弹, 撞击福音师兄的长剑上。 福音师兄的这柄本命先剑, 当场就被崩断了。 意识大殿中,突然安静下来, 王洞等人虽然早就对苏子墨的实力有过预测, 但这一幕,还是让他们感到震惊。 一根手指,便将剑修的本命领保崩断, 福音化魔,都没撑过一个回合, 这是什么层次的力量, 这是怎样的肉身, 只是这一个细节, 就证明此人对局势的精准掌控, 判断,反应,都已经达到一个极高的水准。 崩断福音的本命领保, 也算是给福音一个不大不小的惩罚。 背后偷袭这件事, 哪怕在魔剑封中, 都不仅仅是废掉福音一件本命领保这么简单。 情中突然问道, 福音的本命领保, 是什么品阶? 七节领保, 力血缓缓说道, 王栋公孙瑜等人的眼角, 不受控制地跳了跳, 大殿钟, 再度安静下来。 淡赏之后, 大殿钟才响起一声轻横, 只听夜无尘淡淡地说道, 化魔的状态下, 背后偷袭, 都说得如此难看, 你们魔剑封可真行。 提及此事, 力血的脸膀胀的通红, 瞬间炸了, 浑身漆黑剑气缭绕, 磨着牙齿, 恶狠狠地盯着夜无尘。 只是, 此事毕竟是魔剑封丢人在先, 他底气不足, 又不好说什么。 力血只能冷笑道, 夜无尘, 你不用在那阴阳怪气, 你们绝剑封在这人的手中, 也讨不到好处。 夜无尘面无表情, 道, 我绝剑封的盯留再不济, 只要进入绝情渐进的状态下, 也不可能撑不过一个回合。 就在此时, 从外面赶回来的那位王师弟弱弱地说道, 那位绝剑封的丁师兄, 也没撑过一个回合, 夜无尘脸色一变。 他从步入大殿之后, 就始终面无表情, 好像是一个毫无情绪波动的人。 听到这个消息, 夜无尘也有些控制不住心境。 哈哈哈哈, 厉血忍不住大笑一声, 刚刚的难堪烦躁, 都跟着缓解了许多, 夜无尘起身, 沉生问道, 丁刘没有进入绝情渐进的状态。 进入那种状态了, 王师弟点点头, 道, 但是, 被那位苏道友一声轻喝, 丁师兄的状态就散了, 随后被苏道友制住。 一声轻喝, 能将绝情渐进的状态震散。 厉血收起笑容, 追问道, 此人来自天界, 显露出什么神通法术, 修炼的是先佛摩纳一道。 不知道, 王师弟摇了摇头, 道, 那位苏道友出手到现在, 根本没用过什么神通秘法, 甚至连兵器都没有动用过。 八大剑锋的这几位巅峰真仙聚在一起, 都没了刚刚的轻松, 神色有些凝重。 让一位外人, 掀翻八大剑锋的天骄, 他们的面子上也不好看。 沉默少许, 王栋看向太来剑仙, 审声道, 太来兄, 看来只有将你们极剑锋那位云师弟请出来了。 太来剑仙有些无奈, 苦笑道, 云师弟在极剑锋很受师尊的重视, 他正在闭关感悟诸仙剑, 除非必要, 师尊根本不许我们去打扰。 情终起身, 大声道, 此事关系剑界脸面, 有什么打扰的? 我们八人同去及剑锋, 难道还请不动这位云师弟? 我恨不能亲自出手, 只怪那的姓苏的修为境界太低, 我若出手, 胜之不武。 太来剑仙沉阴少许, 点头道, 也好, 就让云师弟出面, 诸君与我同去及剑锋。 第2747章如雷贯尔, 及剑锋, 一位年轻男子正在洞府中闭关, 在他的左手边, 悬浮着一柄环绕雷霆的利剑, 剑光璀璨, 锋芒凌厉。 而在他的右手边, 则树立着一柄漆黑沉重的长剑, 没有任何锋芒流露, 这柄长剑甚至没有开刃。 年轻男子闭着双眼, 体内血脉运转, 剑气争鸣, 剑影之声越来越胜。 但他的气息, 反而变得更加内敛, 没有一缕剑气从身体毛孔中泄露出来, 就像是一柄无风中剑。 突然, 年轻男子似有所觉, 睁开双眼, 眼眸中的锋芒一闪而逝, 很快恢复清明。 诸位师兄有事, 年轻男子有些意外, 神是探查出来, 在他的洞府外面, 来了八位剑修。 据他了解, 这八位在八大剑锋之中, 都是数一数二的真仙强者。 只不过, 年轻男子仍是没有起身, 只是隔着洞府询问了一句。 洞府外沉默少许, 太来剑仙才传音道, 云师弟, 陆剑锋那边确实出了点事, 想请你出面解决。 什么事, 年轻男子似乎并不感兴趣, 只是随意地问道。 太来剑仙道, 师弟应该听过北明雪师妹吧, 他的师尊来到咱们见见了, 八大剑锋的一些师弟前去切磋, 军事大败而归。 不, 年轻男子微微挑眉, 与其发生一些变化, 似乎有了兴趣。 他清楚, 见见中的争斗素来公平, 也就是说, 这位北明雪的师尊, 同他的修为境界一样, 也是归异其真仙。 居然能打败八大剑锋的所有归异其真仙, 有点意思。 年轻男子轻男一生, 他平生极为好战, 只不过, 在剑界之中, 同阶剑修根本没人是他的对手, 让他极为苦恼。 即便他想要越级挑战, 剑界也不允许。 他倒是听说, 陆建峰那边有葛明为北明雪的剑道天才, 也是同皆无敌, 只可惜, 无望踏入真一境。 两人根本没机会交手, 他只想快点修炼道洞虚奇, 与绝建峰的临循真一较高下。 王栋等人见洞府中没了声音, 以为年轻男子不感兴趣, 太来剑仙突然说道, 听说他也是来自天界, 或许云师弟认识。 就在此时, 洞府大门应声而开, 年轻男子背负双剑, 从里面走了出来, 脸上带着一丝玩味儿的笑容, 道, 我过去看看, 到底是天界的哪位跑到这来了? 众人见年轻男子愿意出面, 都轻舒一口气。 太来剑仙笑道, 你们都是来自天界, 估计云师弟也可能认识此人。 我未必认得他, 年轻男子微微摇头, 话锋一转, 傲然道, 不过, 他若是天界中人, 就一定听说过我的名号。 哈哈, 行中大笑一声, 道, 如此甚好, 到时候我们只要亮出云师弟的名号, 兴许可以不战而屈人之兵。 王栋也点点头, 笑道, 如此一来, 我见界也能挽回一些颜面。 年轻男子淡淡地说道, 我倒是希望, 此人有胆与我一战, 能让我可以一展所学, 战葛痛快。 这一次, 王栋等人也准备与年轻男子同去。 除了王栋之外, 其他人还没见过北明雪的这位师尊, 此番正好见识一下此人的手段。 听说了嘛, 王师兄等人前去极建峰, 把极建峰那位妖孽请出来了, 准备去对付那个信苏的。 成了, 有云师兄出面, 此人必败无疑, 话可不能说得太满, 之前那几位师兄一个个眼高于顶, 结果还不是惨败而归, 颜面丢尽。 云师弟可与他们不同, 云师弟刚刚踏入真一镜, 就与那几位师兄交过手, 几乎是崔库拉朽之事, 将那几位师兄打败。 随着这些天的发酵, 陆建峰这边的事, 在八大建峰引起巨大的波澜, 几乎每个人都在关注议论。 在集建峰那位妖孽出山之后, 终于将此事推向顶峰。 八大建峰的建修, 不论是普通弟子, 还是真传弟子, 全都闻迅而动, 前往陆建峰观战, 凑个热闹。 一时间, 陆建峰成为整个建界的中心。 越来越多的建修, 聚集在北明雪的洞府外面, 天上地下, 一眼望去, 密密麻麻。 在众人的勇促之下, 年轻男子抵达洞府前, 早有几位建修案耐不住, 上前扣门。 没过多久, 洞府大门打开, 却是北明雪从里面走了出来, 皱眉道, 你们天天上门挑战, 还有没有玩? 年轻男子还只是听过北明雪的名号, 如今却是第一次见到, 心中顿生惊艳之感。 王冬念漏歉意, 上前沉默道, 北明师妹, 此事确实有些不妥, 今日一战, 不论胜负, 都是最后一次。 北明雪道, 等我成为真仙之后, 你们谁要再战, 我可以陪你们打。 行中大大咧咧地走上来, 笑着说道, 北明妹子, 你让你那个师尊出来, 这位云师弟也是来自天界, 没准两人认识呢。 年轻男子看向北明雪, 微微拱手, 傲然道, 北明师妹, 在下云庭, 你去问问他, 可听过我的名号? 原来是云庭道友, 那当真是如雷贯耳, 就在此时, 洞府内转来一道声音, 听到这个声音, 云庭浑身一震, 神色大变。 幻听, 见鬼了, 就在此时, 一位青山修士舵步走了出来, 望着不远处的云庭, 神色轻松, 似笑非笑。 实际上, 苏子墨也没想到, 会在剑界之中见到云庭。 当日在神骁大会上, 云庭落败之后, 将人杀剑爵交给他, 便离开了天界, 不知去向。 没想到, 云庭竟然来到剑界之中。 而且, 在短短时间内, 便已经凝聚到过, 踏入真一镜, 成就真仙。 从天界到剑界, 不知云庭经历了什么, 但可以看到, 他的收获极大, 确实经历过一场蜕变。 苏子墨打亮着云庭, 以前的云庭, 锋芒壁露, 就像是他背后的神骁剑一般。 而此时的云庭, 变得锋芒内敛, 如同他背后的另一柄剑, 重剑无风, 大巧不攻, 此时的云庭在剑道上, 已经有种反扑归真的意境, 明显比当初两人交手之时更加强大。 王栋等人并未发现异常, 还以为云庭的名号确实厉害, 给苏子墨都震住了。 情中咧嘴一笑, 大声道, 姓苏的, 你既然听过云师弟的名号, 可敢与他一战。 第二千七百四十八章 他是我姐夫, 云庭见到苏子墨之后, 脸色连续变化。 先是震动, 难以置信, 随后便是惊喜, 差点喊出声来。 只是, 他转念一想, 很快冷静下来, 苏子墨身负造化清廉血脉, 此时在天界就引来杀身之祸。 此时, 外界都以为苏子墨身隐, 他若曝露苏子墨的身份, 天知道会引来怎样的变故。 在他心中, 当然不希望失去苏子墨这样一个强大的对手。 正因为苏子墨的存在, 才能不断鞭策刺激他, 让他在剑道上不断攀升, 勇猛精进, 一往无前。 而且, 在他姐的心中, 肯定也不希望苏子墨出事。 就在此时, 云庭听到情中大声询问 苏子墨, 可敢与他一战。 苏子墨微微一笑, 望着不远处的云庭, 微微汗手, 道, 其实, 我与这位云庭道有交, 哎呀。 苏子墨话没说完, 云庭连忙大呼小叫一声, 将其打断。 云庭听得出来, 苏子墨想说的, 明显是与他交过手。 这句话说出来, 旁人肯定好奇, 两人交手之后的胜负。 他连败两次的事, 多半就瞒不住了。 云庭来到见解之后, 将见到天赋展现的淋漓尽致, 得到无数见解前辈的看重, 可谓是众心拱月。 若是苏子墨将打败他两次的事, 在这大庭广众之下说出来, 他可丢不起这个人。 云庭这一喊, 不仅是苏子墨愣了一下, 其他人也被喊蒙了。 云庭一路小跑, 来到苏子墨进前, 大声道, 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 我们两个人交情太深了。 苏子墨原话想说的是交手, 到云庭嘴里, 顺着一改, 变成另外一番意思。 云庭看向王栋, 太来见仙等人, 一把搂着苏子墨的肩膀, 笑着说道, 他是我姐夫啊。 哈, 王栋, 太来见仙等人目瞪口呆, 下巴差点掉在地上。 四周围观, 等着见证一番旷世大战的剑修, 也都愣在当场, 瞠目结舌。 北明雪微微皱眉, 突然转过头来, 看了苏子墨一眼, 又盯着云庭, 眼眸中略过一丝莫名的敌意。 苏子墨微微皱眉, 不知道云庭突然发什么疯, 他正要说话, 只见云庭冲他眨了眨眼。 苏兄, 你的事我都听我姐说过了。 云庭神士传音道, 你身父造化清廉血脉, 最好还是不要曝鲁身份。 苏子墨当然清楚此事, 他本来也没打算曝鲁身份。 只不过, 他隐瞒身份有很多办法, 不知云庭跑过来乱攀什么关系, 还给他按上一个姐夫的头衔。 这位苏道友, 是你的姐夫, 太来见仙仍是有些不敢相信, 这未年也太巧了吧。 云庭道, 当然, 他叫苏竹, 跟我姐两情相悦, 情投意合, 我们之间关系也很好。 听到苏竹两个字, 苏子墨嘴角抽动了下。 这名字起得也太随便了点, 明显就是他的姓和云竹的字, 捏合在一起。 苏子墨没吭声, 反正他也没跟见戒中人提过姓名, 苏竹变苏竹吧, 只是一个名号而已。 至于后面说的什么两情相悦, 情投意合, 只是云庭随口一说, 他也没在意。 只是北民雪微微眯眼, 望着云庭, 眼神有点吓人。 王栋、 太来剑仙等人对视一眼, 神情有些尴尬。 谁能想到, 将云庭请出来之后, 没有什么惊天大战, 反而来了一出认清大戏。 那, 太来剑仙试探着问道, 云师弟, 你和苏道友还打不打了? 在王栋等人心中, 还是希望云庭能出手, 将苏子墨打败, 替剑界挽回一点点颜面。 云庭摆摆手, 理直气壮地说道, 这是我姐夫, 自家人, 还打什么打? 你们没事跟姐夫切磋啊? 云庭一句话, 就给太来剑仙耶回去了。 听到这里, 苏子墨才明白, 为何云庭会跑过来认什么姐夫? 他就是给自己找了个台阶下, 唉, 周围一众剑修纷纷叹气, 神色失望, 他们从各大剑锋传送过来, 都期待着上演一番旷石之战, 没想到, 竟然人家两位居然还是清晰。 一场大战, 也随之落空, 散了吧, 唉, 看来, 咱们八大剑锋的归一其真仙, 还真没人能置得住那位苏竹了。 那个苏竹也真是运气, 居然能跟云师弟拉扯上清晰, 成了一家人。 八大剑锋的剑修一边一论着, 纷纷散去。 王栋, 太来剑仙等人仍站在原地, 脑海中有些混乱, 总感觉有点不甘心。 诸位师兄若是没事, 我就跟姐夫回洞府了。 云廷微微拱手, 道, 我跟姐夫也有许久未见, 正想畅谈一番。 云师弟轻便, 王栋等人只能回礼说道, 姐夫, 走吧。 云廷搂着苏子墨, 朝着北明雪的洞府行去。 也不知怎么, 云廷自从认苏子墨为姐夫之后, 就感觉后背有一丝丝良意, 如芒在背。 云廷回头看了一眼, 正对着北明雪冷冰冰的双眼。 云廷不自觉地打了个寒战, 来到洞府之众, 三人刚刚坐定, 云廷便忍不住笑道, 苏兄, 太好了, 没想到你还活着。 看样子, 也得到一番机缘。 当初, 我看到我姐传过来的讯息时, 还替你伤心好一阵, 书院宗主真他娘的不是人。 苏子墨能感受得到, 云廷是真心替他高兴。 两人虽然曾交手两次, 但他们之间, 没有恩怨, 反而有种惺惺相惜之感。 而且, 苏子墨与云竹关系很好, 就在此时, 北明雪突然问道, 师尊, 他说的姐夫是怎么回事? 你有道理了, 没, 别听他胡说。 苏子墨笑了笑, 道, 他就是不想与我切磋, 自己找了个理由。 不, 北明雪点了点头, 不再说话, 云廷在一旁听得不乐意了, 家人在旁, 他哪肯示弱, 连忙解释道, 喂, 你可别误会。 我叫你姐夫, 确实是不想与你切磋, 但我可不是怕了你。 相信你也看得出来, 这些年来, 我在渐渐收获极大, 正想要找人魔力见到, 你是最佳人选。 只不过, 我从我姐那里知道, 你身负造化清廉血脉。 刚刚若是我们交手, 你有所忌惮, 无法释放出气血之力, 根本发挥不出全部的实力, 我便是胜了你, 也是胜之不武。 第二千七百四十九章春星, 一边说着, 云婷的余光, 一边扫向北明雪那边, 似乎想要证明, 自己根本不怕苏子墨。 只是, 北明雪滴没垂目, 根本没搭理他。 云婷重重地倾壳一声, 挺了挺胸膛, 傲然道, 苏兄, 你若不幸, 改天你我前往一处隐秘之地大战一场, 你可以无所顾忌, 你我来一场毫无保留, 酣畅淋的对决。 改天嘛, 素子墨笑而不语, 他相信, 以云婷的骄傲, 确实不会因为两次败于他之手, 就对他有所惧怕忌惮。 但如今, 两人之间的差距, 比当初神骁先会的时候还要大。 云婷在剑道上, 确实有所精进, 但他的道果, 凝炼着先佛魔妖的上乘功法的奥义, 甚至蕴含着几步禁忌秘点的道法, 引来久久天节, 踏入真一镜。 十二瓶造化清廉之身, 就算不动用气血, 也能硬汉久节纯阳领宝。 准确来说, 他的清廉真身, 就是久节纯阳领宝。 更何况, 他如今, 还掌控着几道准无上神通。 如今的苏子墨, 在对上云婷, 或许只需要动用五成功力, 就足以将其镇压。 这次遭到大难, 在鬼门关, 黄泉路上走了一遭, 又在地坟中死而复生, 他的收获太大了。 直到如今, 他还没有完全消化吸收, 沉淀下来。 如今, 他已经驱除体内两大诅咒, 正在炼化从地坟中吸收沉淀下来的能量。 这些能量足够庞大, 一旦他全部炼化, 也能突破, 在静一阶, 达到真一境的天人旗。 他和云婷之间的差距, 只会越来越大。 当初, 苏子墨还将云婷视为自己最大的对手。 但如今, 他的眼界更大, 更广, 见指万足, 君灵三千界, 碧逆古今。 怎么, 云婷见苏子墨只是笑着不说话, 不禁挑了挑眉, 有些挑衅地问道, 你怕了。 苏子墨微微一笑, 道, 你想要找个对手魔力见到, 眼下我身边, 确实有个合适的人。 谁, 云婷问道, 苏子墨看向不远处的北明雪。 他, 云婷有些不敢相信, 北明雪在见道上的天赋确实不错, 但修炼那个什么武道, 困在天原境, 连道果都凝聚不出来, 根本威胁不到他。 两人之间, 相差一个巨大的鸿沟, 苏子墨道, 北明是我门下大弟子, 现在当然不行, 等他成就真仙之时, 你们可以切磋一场。 太扯了, 云婷翻了个白眼, 道, 同街之中, 除你之外, 谁是我的对手。 再说, 苏子墨, 你也太看不起人了。 我云婷将你视为最大的对手, 你居然派个门下弟子来打发我。 我, 云婷话未说完, 突然感受到一丝寒意。 不远处, 北明雪正望着他, 神色平静, 目光冰冷。 我, 我, 云婷迟疑了下, 善善地笑道, 北明师妹, 我当然不是看不起你, 只不过, 咱俩现在修为境界不同, 没办法切磋。 回头你在剑道上有什么不懂迷惑之处, 可以来找我, 再见到这方面, 苏子墨懂什么, 他肯定比不过我啊。 北明雪缓缓握拳, 一语不发, 只是深深地看了云婷一眼, 随后起身, 朝着外面行去。 北明师妹这是去哪? 云婷下意识地问道, 北明雪神色淡然, 看都没看云婷, 镜子离开了洞府。 而, 云婷讨了葛眉去, 回头看向苏子墨, 问道, 北明师妹生气了。 我也没说什么啊, 苏子墨笑了笑, 道, 他性子向来如此, 未必是针对你。 那他去做什么? 云婷又问道, 苏子墨沉吟道, 应该去修炼吧, 其实, 他隐约能猜到北明雪的一些心思, 北明雪应该是想要快点修炼, 争取早日踏入真武镜, 凝聚出真武道体, 与云婷一战。 不知为何, 苏子墨隐约感觉到, 北明雪对云婷似乎抱有极大的敌意。 两人应该是初次相见, 云婷的话虽然多了些, 但应该没有什么地方冒犯北明雪。 或许是错觉吧, 苏子墨摇了摇头, 就在此时, 云婷突然凑上来, 搓着手掌, 神色有些扭捏, 只无着说道, 那个苏兄弟, 你这个大弟子有道理没? 没? 哎,苏子墨望着春星荡漾, 还有些害羞的云婷, 似笑非笑, 明显已经看穿了云婷的心思。 云婷感受到苏子墨的目光, 自知瞒不过去, 也就不再遮遮掩掩, 道, 苏兄, 你跟我姐的事, 我早就看出来了, 你放心, 我肯定举双手双脚支持你们。 我这些年一直痴迷见到, 未曾有过道理, 你这大弟子也是担着, 要不你帮着撮合一下? 说到这, 云婷似乎突然想到什么事, 连忙补充道, 可有一点, 我们结为道理之后, 咱俩之间可得单论, 我这辈分不能再低了。 想什么呢? 我跟云竹之间清清白白, 什么都没有。 苏子墨有些无奈, 道, 至于你说的是, 看北明自己的心意, 我不会去干预他。 这有什么, 云婷道, 你是他的师尊, 给他安排一门婚事, 还不是一句话的事。 苏子墨文言正色道, 无论是什么人, 他的师尊也好, 父母也罢, 谁都不能决定他的命运和人生。 北明不是三岁孩童, 他有自己的选择。 在云婷等绝大多数人的观念中, 还保持在什么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的层次上。 但苏子墨的成长经历, 与旁人不同, 他不愿将自己的意志, 强加在旁人的身上。 云婷见苏子墨如此认真, 便改口问道, 那这么说, 我跟他的事, 你也不会阻拦。 苏子墨点点头, 云婷眉开眼笑, 道, 这就简单了, 若是北明师妹踏入真一镜, 可以来找我切磋。 林婷突然改变主意, 一口答应下来, 在他想来, 等两人对决时, 他已无上见到降服北明雪, 显露出爵士风采, 还怕北明雪不动心。 哪怕北明雪第一次不服输, 也没关系, 北明雪不服气, 就会找他打第二场, 第三场。 一来二去, 两人相处时日见久, 还愁没有机会。 到时候, 若北明雪还是对他 没意思, 他就祭出绝招, 直接挑战苏子墨, 只要他将苏子墨打败, 足以带给北明雪巨大的震撼。 第二千七百五十章 拿你事件, 云婷一边幻想着, 一边在那傻笑, 但很快, 他又回过神来, 神色苦恼, 叹息道, 不过, 北明师妹修炼什么武道, 而猴年马月才能成就真仙。 别等北明师妹踏入真一境的时候, 我都修炼到先王了, 这还比个啥。 想到这里, 云婷有些埋怨地看了一眼苏子墨, 道, 你也是, 自己修炼仙道佛道, 让大弟子修炼什么狗屁武道。 苏子墨淡淡地说道, 回去好好准备吧, 这一战, 你等不了多久。 他始终关注着北明雪的修炼情况, 这段时间, 在他的帮助下, 北明雪的肉身血脉脱胎换骨, 命轮镜已经无限趋近于圆满。 三大剑决的修炼上, 北明雪也有所突破。 踏入真武镜, 只是缺少一个契机, 希望如此吧。 云婷轻叹一声, 还是不太相信。 苏子墨健壮, 意味深长地说道, 云兄, 有剑是我的提醒你一下。 我安排北明与你切磋, 本意并非是撮合你们, 或是给你寻找什么对手。 那是什么? 云婷问道, 苏子墨缓缓道, 北明成为真仙, 需要找人事件, 需要在见界中证明自己, 而你, 便是他最合适的对手。 实际上, 就苏子墨都不清楚, 北明雪踏入真武镜之后, 见到修为会提升到什么层次? 最好的办法, 就是找一位合适的对手是剑。 云婷就是这个人, 拿我是剑, 云婷一听就诈了, 冷笑道, 你们师徒俩也太看不起人了。 你确实赢过我两次, 但你叫出来的徒弟也想赢我, 拿我是剑。 从某个角度来说, 北明不算是我的弟子。 苏子墨道, 他是舞蹈的第一传承者, 而你, 只是他在舞蹈, 剑道上的第一官。 行, 云婷冷笑连连, 道, 我倒要看看, 北明师妹能给我多大的惊喜。 惊喜谈不上, 苏子墨微微摇头, 道, 到时候, 你不要让他失望就好。 云婷, 云婷气急, 牙齿磨得嘎嘎直响, 一语不发, 掉头就走。 继续跟苏子墨说下去, 他担心自己忍耐不住, 会对苏子墨出剑。 刚刚离开洞府, 就看见不远处, 王栋和太来剑先并肩而立, 不知道在说些什么。 看到云婷出现之后, 两人迎了过来, 云师弟, 可是出了什么事? 王栋心思缜密, 见云婷脸色不大对, 出声询问, 没事, 云婷摆摆手, 岔开话题, 问道, 两位师兄在这里做什么? 两人对视一眼, 王栋道, 云师弟既然与苏竹道友关系匪浅, 不知能否劝说一下, 让苏竹道友不要继续折磨北明师妹了。 北明师妹的见到天赋, 连八大丰主都称赞不已, 我们担心, 若是北明师妹继续这么修炼下去, 整个人就给炼废了。 炼废了, 云婷闻言, 就气不打一处来, 冷笑道, 怎么可能炼废? 武道可厉害着呢, 到时候, 北明师妹成就真仙, 恐怕连我都不是对手。 王栋和太来见先被云婷对得一脸茫然, 不知道云婷这股邪气, 哪里冒出来的? 云婷道, 我才不去劝他, 我正想见识一下, 北明师妹无法凝聚道果, 怎么引来真一天结, 成就真仙? 这, 王栋和太来见先对视一眼。 云婷和他姐夫刚才还好好的, 这是闹别扭了。 云婷又道, 另外, 诸位师兄还是约束一些各大建峰的建修吧, 同街之中, 别想着再去挑战他, 免得自取其入。 同街建修, 结成建阵都未必能胜, 更何况是单打独斗。 陆建峰, 山巅之上, 别有洞天, 这里乃是陆建大陆的最中心, 也是杀陆建气最为强盛之处, 没有洞天境的修为, 根本无法在山巅之上立足。 而此时, 山巅上, 却有八位修士聚集于此, 或坐或站, 一边品名, 一边闲聊着, 神色轻松写意。 八人之中, 亲男一女, 正是八大建峰的丰主, 绝建峰峰主, 也是八位中唯一一位女子, 望着陆建峰山脚下, 正在逆流而上, 不断冲击建气瀑布的那道身影, 面露不忍, 轻轻叹息一声。 这些天来, 北明雪真是受了不少苦。 阿弥陀佛, 禅建峰峰主轻盈一声佛号, 道不过, 她的肉身血脉, 明显在发生蜕变。 虽然还是无法凝聚到果, 但战力更胜从前, 对北明雪而言, 应该没什么坏处。 哼, 陆建峰峰主冷横一声, 道, 若非如此, 我早就将她的师尊逐出间界, 即便受到非议, 我也不在乎。 你呀, 还是这副脾气, 其余人笑了笑, 即建峰峰主道, 说起来, 她那位师尊与云廷一样, 也是来自天界, 没想到, 还与云廷有这样一层关系。 幻建峰峰主皱眉道, 我听说, 云廷的姐姐乃是天界的四大仙子之一, 没听说有什么道理。 这就不清楚了, 其他几人微微摇头, 天界, 摩建峰峰主沉吟道, 我听说, 天界那边有造化清廉出世, 而且凝聚成人身, 已经修炼到十二品的层次。 这件事我也听说了, 五行建峰峰主面了万席, 道, 只可惜, 那位拥有清廉之身的修士, 被人逼入地坟之中, 已经生死盗销。 十二品造化清廉啊, 何等的宝贵, 便是当年的诸仙帝君, 都未曾培育出来。 唉, 霸建峰峰主道, 可惜了一位天骄, 只能怪天意弄人, 气韵不济。 若是他诞生在咱们见界, 何至于落得这般结局? 是啊, 绝建峰峰主道, 若是生在见界, 咱们八大剑峰的强者肯定恢护着他, 让他可以顺利成长, 重现当年诸仙帝君的辉煌。 提及诸仙帝君, 几人下意识地看向陆建峰峰主, 毕竟他们脚下的陆建峰, 就是因诸仙帝君而创立。 此时, 陆建峰峰主望着山巅上, 生长的一株株枯黄的莲花, 神色复杂, 感慨万千。 山巅之上, 杀陆建气狂暴凌厉, 连真仙都承受不住, 但这些枯黄的莲花, 却一直生长在这里, 也是一副奇景。 陆建峰峰主露出追忆之色, 重重地叹息一声, 道, 这些莲花, 都是当年诸仙帝君创立陆建峰时候, 新手肿下来的。 只可惜, 诸仙帝君身允, 造化清莲破碎之后, 这些莲花也随之枯萎, 再也没有盛开过。 第2751张突破, 自从云亭出山, 认了葛姐夫之后, 这件事, 便不了了之。 王栋等人虽然不忍见北冥雪受苦, 但面对归异其近乎无敌的苏子墨, 众人也束手无策。 众人只能暗自祈祷, 北冥雪可以知难而退, 悬崖勒马。 北冥雪在剑道上的天赋如此之强, 众人实在不愿看他, 将自己宝贵的时光, 浪费在什么武道的修行上。 转眼间, 三年过去, 三年来, 苏子墨一直就待在北冥雪的洞府中, 未曾离开。 八大剑锋的归异其真仙, 自知敌不过他, 也就在没有人上来挑战, 他倒也落得清静。 一边传道北冥雪, 一边保持自身的修行, 终于, 这一日, 苏子墨感受到突破的契机。 实际上, 他体内的真元, 在两年前就已经继续到顶点, 只是等待一个合适的时机。 北冥雪在一旁心有所感, 从修行的状态中清醒过来, 连忙将洞府中的仙阵启动。 这座仙阵, 是苏子墨一年前布置完成的, 就是为了防止突破境界的时候, 泄露清廉血脉的痕迹。 苏子墨缓缓抬头, 朝着上空望去。 他的头顶上, 只有洞府厚重的石壁, 根本看不到什么。 但苏子墨的双眼, 仿佛能穿透重重虚空, 看到洞府外的天空, 看到见解苍穹, 看到天地玄黄。 那双清澈的双眸中, 隐隐倒映出一片璀璨的星空, 有银河道挂, 有岁月流转, 有时空更迭。 在这一刻, 苏子墨的精神, 借助道果的力量, 仿佛冲破重重阻碍, 与整片好与天地联系在一起, 产生某种共鸣。 苏子墨的是海中, 一颗晶莹璀的果实, 缓缓旋转着, 散发着强大的气息。 而且随着时间推移, 这股气息仍在迅速攀升。 在这一刻, 仿佛一切都消失了, 就连苏子墨的肉身, 都消失不见, 浩渺天地间, 就只剩下一颗晶莹璀的道果。 修真法门中, 不论是仙门, 佛门还是摩门, 只是性质不同, 道心不同, 意境不同, 道法傲义则大同小异。 在下界的时候, 仙佛摩都有单道之说, 这是第一次挣脱天地质固, 阳寿暴涨到五百年。 在这之后, 都有天地法相之说, 千佛摩的道法之中, 最重要的一条核心, 就是感悟天地, 沟通天地, 与天地建立起联系。 天地法相, 就是借助天地之力凝聚而成, 而在下界, 修士所能感悟的都是小千世界。 飞升到上界之后, 修士能感悟到的是更加广阔, 更加完善, 更加深邃无边的中千世界。 所谓天人骑, 便是修士自身通过道果, 与天地产生共鸣。 道果, 乃是修士一身修炼的道法精髓的结晶。 当这种共鸣产生, 就等同于这颗道果, 得到这片广阔天地的认可, 道果中的力量将会暴涨。 与此同时, 道果中的这股庞大浩瀚的力量, 会再度反哺给修士自身, 让踏入天人骑的真心, 不论是肉身血脉, 还是元神, 都会大幅度地提升。 踏入天人静的过程, 持续了整整一天的时间。 苏子墨的气息, 也在不断提升, 正如之前玲珑仙王所料, 十二品造化清廉并非是终点, 而只是造化清廉的起点。 清廉真身的气血, 仍在提升, 根本没有上限。 他的元神修为, 始终遥遥领先于自身的修为境界。 在踏入天人静之后, 清廉元神的境界, 已经达到真心圆满, 也就是真一静的洞虚奇。 真一静分为四众小境界, 之所以清清楚楚, 对应着不同的名称, 如此复杂, 就是因为这四众小境界之间, 力量差距极大。 古往今来的天骄妖孽, 元神境界, 能在真一静领先一个小境界, 都是凤毛麟角。 而苏子墨的清廉元神, 整整领先自身修为两个小境界。 苏子墨突破天人旗的过程中, 散发出庞大的真元能量, 弥漫在北明雪的洞虎之中。 而且, 沟通天地的过程中, 共鸣之强, 连洞虎中布置下来的仙阵都承受不住, 浮现出一道道裂痕。 清廉真身的真元气息, 透过这些缝隙裂痕, 有一缕泄露出去。 就在此时, 苏子墨睁开双眼, 猛地深吸一口气, 将北明洞虎中弥漫的元气, 精吞牛影般全部吸收回来。 北明雪始终守在苏子墨的身边, 没有离开半步。 整整一天的时间, 他有幸目睹苏子墨整个的突破过程。 这种近距离的观看和感受, 实在太难得了。 那种冥冥之中, 感悟天地, 沟通天地的过程, 玄之又玄, 也让他得到深深的触动。 苏子墨的这次突破, 对北明雪而言, 也是一番大机缘, 直接让北明雪感受到踏入真武镜的契机。 而从北明雪洞府中, 泄露出来的那一缕真元, 飘飘荡荡, 融入陆建峰之中。 陆建峰的山巅之上, 陆建峰峰主正在闭目养神。 突然, 他似有所觉, 睁开双眼, 目光辣在不远处的几株枯黄的莲花上。 嗯, 陆建峰峰主神色一动, 目光明珠, 此时, 大片枯黄的莲花中, 竟然有几株生出一丝丝绿意。 虽然仍没有什么花苞生长出来, 这几株清莲的莲金之上, 竟然生出几点嫩绿, 连夜新生。 怎么回事, 陆建峰峰主突然起身, 盯着这几株带着些许绿意的莲花, 又惊又喜。 就在此时, 他心有所感, 猛然转身, 看向北明雪洞府的方向, 眼眸中迸发出一团璀璨的见光, 璀璨夺目。 天结气息, 北明雪这事突破了, 陆建峰峰主心神一阵, 满脸的难以置信。 在他们看来, 北明雪修炼武道, 完全是走偏了路。 即便修炼出什么九重命轮, 同阶战力强大, 但无法凝聚道果, 就永远无望踏入真一境。 可如今, 北明雪那边, 已经传来真一天结的气息。 成了, 陆建峰峰主震惊之后, 眼中很快浮现出一阵狂喜之色。 不管怎样, 只要北明雪引来真一天结, 就有希望成就真心。 而且, 让陆建峰峰主更加兴奋的是, 他感觉自己找到了那几株莲花复苏生机的原因。 一定是北明雪, 北明雪刚刚突破, 将要引来真一天结, 山巅上就有几株莲花复苏。 天下间, 哪有这么巧合的事, 北明雪突破之时, 居然能有这样的祥照出现, 这是何等的声势。 按照这个趋势, 等北明雪渡劫结结束之后, 这山巅上的青莲, 恐怕会全部复苏, 重新在陆建峰上绽放。 陆建峰峰主甚至怀疑, 北明雪就是当年的诸仙帝君转世。 天意, 天意啊, 陆建峰峰主神色激动, 难难自语, 天佑我见见。 第二千七百五十二张万众瞩目, 五行建峰, 嗯, 五行建峰峰主突然伸手, 从虚空中摘出来一团光点, 神是稍一触碰, 就接收到里面的讯息。 北明雪突破了, 引来真一天结, 五行建峰峰主神色惊讶, 若非这道讯息来自陆建峰峰主, 他甚至不敢相信。 五行建峰峰主陈寅少许, 选择将这个消息公布下去。 有想要观看北明雪突结的修士, 可以动身前往陆建峰。 与此同时, 其余六大建峰的峰主, 也都收到陆建峰峰主传来的消息。 北明雪修炼那什么武道, 也能引来真一天结。 据我所知, 北明雪修炼出来的九道命轮, 似乎无法凝聚道果吧。 若是没有道果, 如何踏入真一境, 不清楚, 既然是陆凶传过来的讯息, 应该不会错, 咱们也过去看看。 其余七大建峰峰主都抱有怀疑, 不大相信。 但七人还是选择将此事公布下去, 至于各大建峰的修士, 有谁愿意前去观看, 就看个人选择了。 一般来说, 境界建修度真一天结的时候, 其他建修都可以在旁边观看。 只不过, 若真一天结只是六种, 对于绝大多数的建修而言, 没什么吸引力。 若是能达到七重天结, 才会引来不少修士。 像是云庭当年度节, 声势浩大, 八大建修的真心几乎来了大半, 有不少闭关的建修都临时出关。 听说了嘛, 陆建峰的北冥雪要度节了。 真的, 他修炼的路子跟我们完全不同, 不知道能引来几重天结。 他在剑道上的天赋这么好, 估计天结不会太弱。 那可未必, 他修炼的武道只是下界修士创造出来的, 怎能与传世万古的仙佛魔三门道法相提并论。 依我看, 他的真一天结, 可能连武众都达不到。 这个消息传开之后, 在八大建峰中, 引起巨大的议论。 一来, 北冥雪在八大建峰中算是一个名人, 不少建修暗中仰慕。 二来, 北冥雪修炼武道, 众多建修的心中, 都有些好奇, 北冥雪修炼武道, 最终能引来几重真一天结。 不少修士纷纷动身, 通过各自建峰的传颂阵, 前往陆建峰观探。 云亭也第一时间破关而出, 望着陆建峰的方向, 想到三年前与苏子墨的约战, 轻横一声, 还好没让我等很久, 我倒要看看, 你苏子墨调教出来的弟子能达到什么地步。 等北冥师妹渡劫结结束, 我便与他一战, 我会打得他心服口服。 哼哼, 你拐走我姐, 我就拐走你的弟子, 咱俩扯平。 一边说着, 云亭也动身前往极建峰传颂阵。 与此同时, 公孙宇太来建仙, 叶无臣, 沈月, 沥血, 行中, 绝建僧七人也陆续抵达陆建峰。 此时, 北冥雪的洞府周围方圆千里, 都被列为禁地。 陆建峰有时为先王强者出山, 守在周围的时刻节点, 禁止任何人踏足, 防止出现意外, 干扰北冥雪渡劫。 千里之外, 天上地下, 已经是密密麻麻占满了人。 真一天节, 早已经开始, 怎么样, 行中来得最晚, 看向王栋等人问道, 立即重天节了。 现在是第三中, 王栋沉声达道, 目光望着渡劫中的那道身影, 神色凝重。 行中黑笑一声, 道, 没想到, 北冥妹子没有凝聚到果, 也能引来真一天节, 还真让他那的师尊说终了。 王栋等人没有说话, 望着渡劫中的北冥雪, 神色有些古怪。 行中顺着众人的目光, 看向渡劫中心, 不禁脸色一变。 此时, 第三重天节, 已经来到第九道。 北冥雪的周围, 已经形成一片青涩的雷霆海洋, 赤胜夺目, 掀起一阵阵滔天巨浪, 声势骇人。 而北冥雪始终站在原地, 一动不动, 甚至连兵器都没有寄出来。 这, 行中暗暗则舌, 忍不住问道, 北冥妹子居然这么渡劫。 王栋道, 北冥师妹修炼武道, 肉身确实强大, 据我所知, 八大剑锋有史以来, 能以肉身硬扛前三重真一天节的天骄, 也是寥寥无几。 距离最近的, 还是吉剑锋的云师帝, 众人议论之间, 第三重天节已经结束, 第四重天节降临。 北冥雪仍是没有防御, 以身渡劫, 这是苏子墨对他的要求, 武道以自身为天地, 不断修炼自身, 渡劫的过程, 也是一种修炼, 而且机会难得。 唯有如此, 才能最大程度地将肉身血脉的潜力, 全部释放出来。 轰,轰,轰, 在众人的一片惊叹声中, 北冥雪硬扛过前四重天节。 当然, 北冥雪硬扛的并不容易, 他的身上, 已经浮现出些许伤痕, 浑身被天节击打得一片焦黑, 看上去有些狼狈。 转眼间, 第五重天节降临, 北冥雪仍没有释放神通秘法, 没有初见抵御。 北冥师妹疯了吗? 情终忍不住说道, 这么扛下去, 遭到重创, 若是还有后续天节, 如何抵挡? 太来见仙也叹息一声, 道, 上次云霆师弟以肉身硬扛第五重天节, 都差点丧命。 王栋等人神色紧张, 目不转睛, 一语不发。 轰,轰,轰, 第五重天节轮番砸落, 北冥雪渐渐支撑不住, 被天节之力劈得皮开肉绽, 鲜血淋漓。 他被一次次击倒, 又一次次挣扎着站起身来。 第九道天节, 甚至将他的胸膛洞穿, 露出一个碗大的窟窿, 触目惊心。 第五重天节终于散去, 而北冥雪也趴在焦黑的大坑中, 一动不动。 在这一刻, 所有见修的心, 都揪了起来。 就连路见风扇巅上的八大风主, 都忍不住站起身来, 望着这边, 神色紧张。 北冥师妹也太拼了吧, 云霆看得暗暗则舌, 他当初度第五重天节时, 也是硬看过来, 差点丧命。 这还是因为, 他本身肉身血脉强大, 血脉中充斥着剑血之力, 雷霆之力。 所以, 第五重天节中的一部分力量, 被他的肉身血脉吸收, 才侥幸撑过来。 北冥师妹又是凭什么, 老十字舞蹈, 就在此时, 北冥雪的身子动了动, 从大坑中缓缓爬了起来, 脸色有些苍白, 却面无表情, 目光坚定, 似乎感受不到痛苦。 他的伤口处, 弥漫着磅薄浓郁的生机, 胸膛上的血窟窿, 也正在迅速修复玉河。 第2753张万剑齐鸣, 浩强盛的生机, 陆建峰的山巅之上, 几位丰主看到这一幕, 忍不住惊叹一声。 这似乎不像是北冥雪自身的修复能力, 应该是有人提前在他的体内, 封存了庞大生机。 谁能拥有如此强盛的生机, 还能将其封存在另一个人的体内, 这样的手段, 连我们都做不到。 八大封主相互对视一眼, 陆建峰封主的目光, 下意识地落在人群中的那道青山修士的身上, 青南道, 难道是他? 平心而论, 对于这个天界来的人, 陆建峰封主起初并未放在眼中, 一个皈依其真心而已, 因为担心北冥雪被此人耽误, 陆建峰封主甚至还有点看不上他。 但是, 当看到北冥雪有望成就真心, 陆建峰封主对此人的看法, 开始渐渐转变。 此时, 他甚至猜测, 为北冥雪封存生机的人, 就是这个苏竹。 能有这等手段的, 当然正是苏子墨。 望着挣扎着站起身来的北冥雪, 苏子墨轻叹一声。 虽然同样修炼武道, 北冥雪的肉身血脉, 与之武道本尊实在相差太多了。 一来, 本尊创立武道, 属于武道始祖, 二来, 武道本尊的武魂是一道火焰, 无时无刻不再催炼血肉, 还可以熔炼神通秘法, 融入血肉之中。 三来, 两人的经历也不同, 武道本尊的肉身, 不仅仅是血肉之躯, 还是一尊熔炉, 熔炼过太多的神通秘法, 禁忌秘点。 而北冥雪的武魂事件, 北冥雪最大的优势, 在剑道之上, 北冥雪的肉身血脉, 与之清廉真身也相差太多。 当初清廉真身渡劫, 站在原地一动不动, 以肉身印堂前六种真一天节, 都是毫法无损。 更何况, 清廉真身还拥有着恐怖的自语之力, 眼看着第六重天节即将降临下来, 苏子墨扬声道, 北冥, 初见吧。 他曾对北冥雪说过, 竭尽所能, 以肉身扛过越多数量的天节, 对武道的修行就越有好处。 但此时, 他见北冥雪已经达到极限, 若是继续以身渡劫, 极有可能倒在第六重天节中。 北冥雪转过头来, 远远地看着苏子墨, 目光坚定而不屈, 轻轻摇了摇头, 这便是他的选择, 轰龙, 第六重天节降临下来, 北冥雪脚掌跺地, 冲天而起, 整个人犹如一柄出翘立剑, 寒光四射, 璀璨夺目, 迎着天节冲杀过去。 轰, 北冥雪与天节碰撞, 身形迅速坠落, 重重地摔在地面上。 他大口大口地咳着鲜血, 但仍是没有后退, 没有畏惧, 没有屈服, 而是继续迎接而上, 一往无前。 这便是武道, 这便是北冥雪的剑道, 一如在天荒大陆的北冥镇时, 纵然他的丹田破碎, 族人受难, 被人欺辱, 他也没有屈服, 没有认输, 没有放弃。 没有人能撼动他的意志, 天节可以动穿他的胸膛, 却无法动穿他的剑心。 在这一刻, 山巅之上的八大风主, 都为之动容。 天下地上的众多剑修, 都感受到一种触及灵魂深处的震撼, 体内的血液, 仿佛都燃烧起来。 不少剑修被这种剑道精神所折服, 望着那道不屈抗争的身影, 体会到一种久违的感动, 热泪盈眶。 这一幕, 似曾相视, 就好像是在看北明雪在陆剑峰下, 固执倔强地逆流而上, 不断冲击着剑气瀑布。 轰,轰,轰, 北明雪一次次地摔倒, 砸落在地面上, 又一次次站起身来。 他的身躯, 已经残破不堪, 看不出原本的样子。 但他仍然没有屈服, 一往无前。 轰, 第八道天节降临, 这道天节几乎将北明雪 披成两半。 巨大的伤口从北明雪的肩甲, 斜着画下来, 他的五脏六腑都洒落一地, 触目惊心。 北明雪仰面躺在大坑中, 浑身血肉模糊, 一动不动, 似乎已经没了气息。 而第九道天节, 还在孕育, 随时都会降临。 在这一刻, 所有见修摒弃凝神, 望着大坑中的那道身影, 下意识地握紧双拳, 席带着奇迹。 突然, 北明雪动了一下, 他面无表情, 缓缓地坐起身来, 将五脏六腑重新放回体内。 苏子墨封存在他体内的生机, 也已经寥寥无几, 伤口仍在愈合, 但速度已经慢了下来。 北明雪紧抿着嘴唇, 用尽余力, 一点一点地支撑着残破的身躯。 北动一下, 他的身躯都会微微站抖, 似乎正承受着巨大的痛苦。 终于, 北明雪重新站了起来, 仰望苍穹, 身躯如剑, 目光如剑。 在这一刻, 路见大路上, 众多剑修不由自主地发出一阵阵喝彩呼喊。 众人发自内心地为北明雪高兴, 为他庆祝。 八大剑风风竹也都轻输一口气, 但与此同时, 八大风竹也在担心, 若是北明雪继续硬扛下去, 恐怕撑不过第九道天节。 嗡嗡嗡, 就在此时, 万剑弓的方向, 突然传来一阵阵剑鸣之声, 如金歌交集, 响彻天地。 八大风主瞪着双眼, 似乎想到了什么, 心神大震, 露出难以置信之色, 下意识地寻声望去。 这是, 剑碑和鸣, 八大风主惊呼出声, 这四个字传开, 在人群中引起巨大的震动。 万剑弓之所以被称为剑界中心, 被八大剑封锁环绕, 就是因为, 在万剑弓中竖着一块剑碑, 名为大罗剑碑。 这块大罗剑碑乃是剑界当年罗天大帝所立, 上面刻着这位大帝流传下来的禁忌秘点。 这块大罗剑碑自从立下以来, 总共就想过两次。 第一次, 当年那位罗天大帝, 在成就大帝之时, 曾与大罗剑碑产生共鸣。 第二次, 乃是诸仙帝君在先王期间, 创造出三大剑爵, 衍生出无上神通, 曾引来剑碑共鸣。 而眼下, 便是第三次, 北明雪没有创造出什么神通秘法, 他也没有成帝。 但他刚刚显露出来的五道意志, 剑道精神, 得到大罗剑碑的认可, 因此产生和明之音。 仅随其后, 八大剑锋, 整个剑界, 所有剑修妖间, 背后, 甚至除雾带中的长剑, 都不由自主地战动起来。 剑碑和明, 进而引来万剑其明。 大罗剑碑都被北明雪唤醒, 发出剑明之声为其助威。 在这一刻, 北明雪的气势达到顶点, 第二千七百五十四张为剑而生, 在大罗剑碑传出剑明之声后, 万剑公的深处, 都传来一阵躁动和兴奋, 不经意地散发出几缕恐怖气息。 陆剑锋山巅之上, 八大剑锋锋主看着万剑公的方向, 面带笑容, 神色欣慰。 其余剑修还察觉不到, 但他们八人都能感受得到, 万剑公那边的帝军强者, 都已经被这边的动静惊动。 这其中, 甚至有几位老家伙, 都苏醒过来。 一般来说, 剑戒剑修踏入地境之后, 才能进入万剑公继续修行。 没想到, 连那几位都惊动了, 五行剑锋锋主神色感慨, 大罗剑碑一共就只想过三次, 那几位怎么可能无动于衷? 魔剑锋锋主道, 霸剑锋锋主大笑道, 这几个老家伙也真能忍, 居然还是放不下帝军的架子, 不肯露面。 他们就算不露面, 也会在万剑公关注着 北冥雪的渡劫过程, 为其护法。 这次北冥雪的渡劫, 当真是万众瞩目, 我现在都有些期待, 它究竟能引来几重天结。 等得到大罗剑碑的认可, 你们说, 它会不会引来九九, 这句话一说, 八大风主都是心神一阵, 眼眸中都略过一丝期待。 传说中的九九天结, 他们活了猝十万岁, 还未曾见过九九天结的样子。 如今的万剑公中, 倒是有一位帝军强者, 曾引来过九九天结。 不过, 那也是数百万年前的事了, 要知道, 连着仪式见到天父超群的林寻珍, 云庭两人, 也只是引来八九天结。 陆剑锋风风主审声道, 几重真一天结, 也证明不了什么, 三千界的帝军强者中, 绝大多数当年不过是七九, 八九而已。 北明雪若是能引来九九天结最好, 就算止于八九, 他也是剑借这一世, 潜力最大的剑修。 天结仍在继续, 大罗剑被传来剑名, 随后引动万剑其名, 北明雪迎着第九道天结, 一往无前地斩去。 在众人的视线中, 北明雪的身形仿佛已经消失不见, 取而代之的就是一柄似乎可以动穿一切的常见。 轰, 在北明雪的坚持下, 他终于凭借着肉身, 隐生生扛过前六重真一天结。 而借助前六重天结的力量, 他的真五道体也在迅速地重塑铸造, 五道符文混合着天结雷霆, 不断融入肉身血脉中, 刺激着这具肉身的潜能。 没有给北明雪太多的喘息之机, 第七重天结转瞬而至。 这一次, 北明雪不再选择硬扛, 而是释放出这些年来所学的神通秘法, 迎战七九天结。 轰,轰,轰, 毁天灭地的雷霆之下, 一道散发着无尽锋芒的身形, 不断地冲击雷霆, 挑战天结, 展现出不可撼动的意志。 第七重天结结束, 而天空中的结云, 仍未消散, 毫不意外, 第八重天结降临下来。 这一次, 北明雪祭出她的本命长剑, 在无数道目光的注视下, 将自己对剑道的感悟, 全部展现出来。 北明雪的五魂为剑, 她仿佛就是为剑道而生, 对于北明雪而言, 没有什么人剑合一, 没有什么天生剑血, 她的存在, 就是一柄可以斩破天地的绝世仙剑。 她的一举一动, 她的一招一式, 都与剑道近乎完美契合。 只是, 八九天结实在太强大了, 当年云霆在八九天结的冲击之下, 也差点陨落。 若非苏子莫抵达此地, 三年时间, 利用清廉血脉, 不断帮助北明雪滋养肉身血脉, 她根本撑不过去。 一次次被击倒, 又一次次地站起来, 迎战天结。 终于, 八九天结结束, 北明雪趴在地上, 浑身焦黑, 身体表面均裂如同酒汉的土地, 已经看不出人形。 众多剑修都轻输一口气, 结束了, 王栋等人也长出一口气, 放下心来。 北明雪看上去虽然遭到重创, 但体内明显还散发着生机, 只要修养一段时间, 便能恢复如初。 王栋心中关切, 和一众路见风的剑修, 都想要上前将北明雪搀扶起来。 但镇守在四周的先王强者神色凝重, 阻挡任何剑修向前。 山巅之上, 八大风主望着北明雪头顶的苍穹, 也是神色凝重。 他们神势强大, 感受得更加清晰。 八九天结之后, 结云虽然散去, 但如今,又有重新聚拢, 卷土重来的迹象。 天结还未结束, 九九天结, 八大风主对视一眼, 同时想到了这个可能。 此时, 路见大路上的剑修也渐渐发现异常, 纷纷仰头, 望着天空中再度凝聚的结云, 发出一阵阵惊呼。 天啊, 难道是九九天结? 肯定是, 我已经修炼到天人静, 面对结云中散发出来的气息, 都感到一阵心悸。 九九天结, 旷古朔经, 没想到, 我情中此生竟然有幸的剑, 北明师妹的状态已经很差, 八九天结都过得如此艰难, 如何撑过九九天结? 王栋忧心冲冲, 古往今来, 也有一些妖孽被九九天结摧毁, 没能撑过去。 绝见风风主身形一动, 突然破空而去。 其余几位风主都有些茫然, 不知道绝见风风主突然离去的用意。 没过多久, 绝见风风主再度现身, 她的身边, 还带着一位神色冷漠的绝色女子, 正是真传弟子中的第一剑仙, 林寻真。 师尊, 你做什么? 林寻真淡淡地问道, 她原本正在闭关中, 却被绝见风风主闯入, 强行带到这里。 绝见风风主朝着前方一指, 审圣道, 九九天结, 世间罕见, 你应该不想错过。 林寻真的心神, 突然泛起一丝波澜, 九九天结, 她很清楚, 九九天结意味着什么, 相传, 九九天结最后一道, 将会降临无上神通。 理论上来说, 所有亲眼目睹这道无上神通的人, 都有机会修炼成功。 目前为止, 她只是将诸仙剑, 修炼道准无上的级别, 还没有达成真正的无上神通。 她三悟多年, 总觉得还差了点神韵。 若是能亲眼目睹无上神通诸仙剑, 她必定能三悟出其中的玄妙, 大功告成。 当然, 前提是, 九九天结最终降临下来的无上神通是诸仙剑。 第2755章一剑双寒, 不知会降临下来哪种无上神通, 即剑丰封主亲难一生, 绝剑丰封主道, 无上神通极为稀少, 从古至今, 也不过十余道。 北明雪修炼见到, 降临诸仙剑的可能性极大。 北明雪, 林寻先生亲难一生, 她专心修炼见到, 很少观星八大剑丰之间的人和事, 对于这个名字, 还有些陌生。 咦 林寻真似乎发现了什么 倾簇而眉 突然问道 北明师妹没有凝聚道果 怎么会有真一天节降临 绝见风风主道 据说 北明雪修炼一种名为武道的法门 与仙佛魔皆不相同 武道 我怎么从未听过 林寻真又问 绝见风风主道 这个武道 是北明雪下界的师尊所创 此人也实属异类 另辟蹊径 创造出这样的道法 居然也能修炼到这一步 几人谈话之间 第九重天节已经降临 第九重天节的前三道 与之前八重天节相似 只不过力量的层级提升许多 你想要撑过去 必须要记出血脉异象 北明雪站在原地 脑海中回想着苏子墨跟他说过 有关第九重天节的一切 渐渐握紧手中之剑 目光坚定 战 北明雪弹剑而迎 体内气血翻涌 传出一阵阵海潮之声 紧随其后 在他的血脉中 还爆发出龙吟象明之音 震动天地 这便是五道第九变 龙象之力 陈龙环绕 神象浮现 守护在北明雪的身边 与第一道天节碰撞 爆发出惊天动地的巨响 修炼武道者 光是天荒大陆上 便有千千万万 但在武道上 还没有人能达到北明雪的成就 就是因为 在北明雪修炼武道之初 乃是苏子墨在身边亲自传道授业 帮助他打下完美的根基 五道第六变 就能凝聚出气血精丹 但苏子墨让北明雪继续修炼 直到修炼至五道第九变龙象之力 才开始凝聚武魂 若是没有当年打下的牢固根基 如今面对九九天节 北明雪根本撑不过去 第二道天节降临 神龙 神象只是五道显化出来的异象 并非是他的血脉异象 已经被第一道天节摧毁 北明雪将气血催动到极致 在他的身后 浮现出一片幽暗深邃的海洋 散发着冰冷刺骨的寒意 北明之海 北明雪释放出血脉异象 硬扛第二道天节 北明之海被天节砸得四分五裂 近乎干涸 扑 北明雪吐出一大口鲜血 虽然由北明之海化解大半的天节之力 但仍有一部分恐怖的天节涌入他的身体 还没等他喘一口气 第三道天节降临 北明雪紧抿着嘴唇 强忍着剧痛 继续运转血脉 原本干涸的北明之海中 浮现出一片巨大的阴影 这片阴影突然迫海而出 朝着第三道天节冲去 这是一尊庞然大雾 横在半空中 遮天蔽日 张开巨口 散发出古老恐怖的气息 昆族 不少见修认出这尊庞然大雾的来历 惊呼出声 哄 第三道天节消散 北明雪的血脉异象 也被彻底打碎 大口大口咳着鲜血 气息虚弱 已经支撑不下去 从第四道天节 名为血脉节 直接作用在你的血脉之中 北明雪回想起苏子墨对他说过的话 努力地平复心神 抵御血脉节的冲击 在众人的注视下 北明雪的身体 不断地战斗 整个人都全躯起来 似乎承受着巨大的痛苦 随着时间推移 北明雪的身形 竟然渐渐淡化 诡异地消失不见 留在原地的 是一柄幽暗深邃的长剑 这柄长剑 散发出一种奇异的力量 不再与血脉节对抗 而是选择将其吞噬 这是 山巅上 八大剑封封主神色移动 眼中流露出难以置信之色 在渡劫的过程中 他感悟出了新的剑道 应该是 只不过 这种剑道与他的血脉共存 还不完善 不够稳定 没过多久 血脉节结束 北明雪的身形 重新显化出来 第四道血脉节之后 他的伤势非但没有加重 反而愈合大半 状态也好了许多 没有人比苏子墨 更懂得如何对抗九九天节 因为他一个人 就经历过两次 而这两次渡劫的经验 他全部传授给北明雪 接下来的元神节 道心节 因果节 都没有对他造成太大的威胁 被北明雪一一抵挡下来 直到第八重刀兵节降临 才对北明雪造成巨大的伤害 北明雪的身上 鲜血淋漓 身形摇摇晃晃 只是主着本命长剑 勉强地站立在血泊中 真一天节 就只剩下最后一道 但所有人都清楚 这最后一道的天节 才最为可怕 最为致命 天地之间 变得无比压抑 山边上 半空中 所有剑修 都摒弃宁神 目不转睛地望着天空中的那团结云 最后一道天节乃是无上神通 有幸目睹 这对他们而言 也是一场机缘 甚至万剑宫中的几道强大气息 此时都变得无比安静 生怕打扰到北明雪 唯有大罗剑碑 还在发出一阵阵剑名声 好似是在为北明雪助阵 林寻珍 云庭两人也都期待着接下来的一幕 突然 天上的节云中 飘落下来一朵朵桃花 颜色各异 白色 红色 粉色 散发着一阵阵淡雅的清香 这种香气并不浓郁 但周围的剑修闻道 都感觉有些恍惚 脸上浮现出迷醉之色 就连绝大多数真仙剑修 都难以信念 只有山巅上的八大风主一脸凝重 他们看得清楚 这些桃花看似寻常 但都是以剑气凝聚而成 每一朵 都蕴藏着恐怖的杀伤力 不是诸仙剑 这是什么无上神通 看上去应该是剑道的神通 但好像之前从未出现过 一道新的无上神通降临 八大风主想到这里 心神大阵 就在此时 花雨不断飘落 在天空中隐隐组成了八个大寺 漫天花醉 一剑双寒 众人下意识地念了出来 翁 剑吟生喜 漫天桃花中 一道惊艳璀璨的剑光浮现 带着凌厉至极的剑翼 宛如划破夜空的闪电 瞬息间没入北冥雪的体内 第二千七百五十六张无上对拼 就在这道剑光抵达的瞬间 北冥雪的体内 也迸发出一股冲天剑翼 杀气动乱天地 一柄赤红如血的长剑 在北冥雪的体内迸发出来 朝着这道剑光硬汗过去 诸仙剑 人群中发出一声呼喊 山巅上 八大丰主也都露出震撼之色 这道诸仙剑虽然还没有达到无上神通的层次 但已经达到了准无上的级别 轰 两大剑道的碰撞 取久之后 节云散去 天地之间 万籁聚集 鸦雀无声 所有剑修 包括在场的仙王 陆剑峰山巅上的八大丰主 全都呆立在原地 被这一剑显露出来的剑一所折服 没有什么言辞 能描绘出这一剑的惊艳 或许 就只有那八个字 烂天花醉 一剑双寒 一道新的无上神通 因为北冥雪降临在剑界 山巅之上 临寻真平静的眼眸中 也泛起一丝丝波兰 心神震动 云庭双全紧握 神色复杂 虽然北冥雪引来九九天节 但只是这一点 根本无法对他造成多大的影响 天节只是表象 八九天节的修士 将来成就 未必就输给九九天节者 当时最强大的帝君 大荒界的那位血跌妖帝 据说在踏入真一境的时候 也只是引来五九天节而已 一般来说 生灵在凝聚到果之后 最低也都能引来六九天节 但那位血跌妖帝 当年之孱弱 连六九天节都没有出现 可他后来 还不是站在上戒罪巅峰 俯瞰众生 真一天节的数量 比北冥雪低了一重 这根本无法撼动云亭的道星 但当他看到刚刚那一剑的时候 还是感受到深深的震撼 他无法形容这一剑的可怕 他只是清楚 若是他与北冥雪一地而处 应该挡不住这一剑的锋芒 所有人的目光 全都落在北冥雪的身上 他的状态 看上去极差 他的诸仙剑 毕竟只是准无上的级别 而九九天节的最后一道 是真正的无上神通 北冥雪生命气息微弱 就连是海中的元神 也遭到重创 近乎碎裂 完了 感受到这一切 众多剑修纷纷摇头 叹息一声 云亭的眼中 也略过一抹万袭 就在此时 一道青色身影闪现 来到北冥雪的身旁 正是苏子墨 苏子墨上前 神色凝重 将昏迷不醒的北冥雪抱起来 准备返回洞府 下一刻 旁边的虚空突然裂开 一股强横无匹的气息降临下来 陆建峰峰主抵达 把人放下 交给我 陆建峰峰主拦住苏子墨 眼眸中见光凛冽 散发着强大的威压 朝着苏子墨碾压过去 不行 苏子墨神色无惧 缓缓开口 语气坚决 不容置疑 即便面对先王级别的强者 苏子墨与之对视 目光没有半点闪躲 围观的剑修微微张口 在这一刻 众人仿佛生出一种错觉 苏子墨与陆建峰峰主对质 气势上竟然没有处在下风 那是谁 山巅之上 林寻珍的目光落在苏子墨的身上 突然问道 绝建峰峰主道 他便是北明雪在下界的师尊 林寻珍微微点头 哀 五行建峰峰主突然叹息一声 道 陆兄关心则乱 有些着急了 北明雪受了这么重的伤 连元神都近乎碎裂 别说是我们 就连万剑弓的帝君都没辙 幻建峰峰主也点了点头 道 若是能将人救过来 那几个老家伙早就露面了 阿弥陀佛 禅建峰峰主道 应该劝劝陆兄 免得他一时冲动 伤了北明雪的师尊 这件事 毕竟与那位无关 你说什么 陆建峰峰主见苏子墨居然敢反对他 不禁心头火起 眼眸中的剑光变得更加灵力 几乎要喷勃出来 你能救活他吗 苏子墨神色平静 反问一句 我 陆建峰峰主被问住 一时雨色 愣在当场 他确实无法救下北明雪 但他实在不想让北明雪就此夭折 哪怕所有的手段 都尝试一遍 既然你救不了他 就不要挡路 就在此时 只听苏子墨说道 我的弟子 我来救 一个月之内 其他人不要来打扰我 说完 苏子墨抱着北明雪 朝着洞府行去 听到这句话 陆建峰峰主有些不敢相信 但他的心中 还是重新燃起一丝希望 下意识地让开 转眼间 苏子墨抱着北明雪消失在众人的视线之中 陆建峰峰主站在原地 神色纠结 陈寅许久 才深深地看了一眼苏子墨两人离去的方向 转身离去 山巅之上 林寻珍已经离开 返回绝建峰 继续闭关 这次虽然没有看到朱仙剑的降临 但这道见到的无上神通 还是带给他巨大的震撼 他想要尽快闭关 将刚刚的感悟尽可能的吸收炼化 陆兄 就让他试试吧 五行建峰峰主叹息一声 道 你带走北明雪 估计最终 也只能看着他死在你的面前 绝建峰峰主道 是啊 就算救不活 北明雪也算是他的弟子 理应由他送北明雪最后一程 陆建峰峰主沉默不语 他遥望着北明雪的洞府 眼眸中还是闪过一丝期待 返回洞府 苏子墨立即将周围的先阵启动 将整个洞府屏蔽起来 这一路上 他已经将北明雪的伤势 从头到尾的检查一遍 北明雪的伤势确实极重 已经命悬一线 最可怕的就是 北明雪的元神 也就是使海中的剑魂遭到巨大的冲击 几乎碎裂 但苏子墨看得清楚 九九天节最后那一剑 似乎并未下杀手 还给北明雪留了一丝生机 这与他当初两次渡劫的情形 可完全不同 他当初引来两次九九天节 最后的天节 完全就是冲着将他毁灭去的 而这道剑道的无上神通 在最后关头 剑光没入北明雪体内的时候 居然留有一丝生机 暂时保住北明雪的性命 只要有一缕生机 苏子墨就有办法将北明雪救回来 他依仗着十二品造化清廉的血脉 施展连生纸 连续施法一个月 就可以让北明雪的伤势痊愈 至于最难解决的剑魂伤势 他的除雾带中 还有一些无忧果 可以给北明雪喂下去 一颗不行 就两颗 他在配合般若涅槃经中的佛法经文 不断滋养北明雪的剑魂 有弃成的可能 让北明雪恢复如初 只有十二品造化清廉 依仗着血脉中强盛无匹的生机 才有可能将濒临绝境的北明雪救回来 而全域归来的北明雪 将有机会领悟两种剑道的无上神通 漫天花醉三千戒 一剑双寒映九天 第二千七百五十七张剑爵回归 九九天结散去 众多剑修也都纷纷返回各自的剑锋 这次观看 让大多促剑修 对剑道都有了不少新的感悟 剑面中人 若是有人能引来九九天结 对整个剑面的修饰 都是一场难得的机缘 陆剑锋的山巅之上 八大风主聚集在这里 回想起刚刚北明雪杜劫的一幕 仍是唏嘘不已 感慨万千 若是我没看错 北明雪的除雾带中 应该有三大剑爵的原本古卷 绝剑锋风风主沈声道 其他几人听到这句话 并未感到意外 九九天结的威力太兄 北明雪的身躯不但遭到重创 他的除雾带 也几乎碎裂 透过破碎的除雾带 八大风主感应到了三大剑爵的气息 而且 是三大剑爵最原始 最纯粹的剑系 五行剑锋风风主也点点头 道 他的诸仙剑 虽然没有达到无上神通的级别 也是准无上了 那种神韵和剑意 绝对错不了 陆剑锋风风主道 我一直关注着他的修炼情况 至少在三年前 他还没有将三大剑爵融合 更无法凝聚诸仙剑 他能修炼出诸仙剑 应该就是阅览三大剑爵原本古卷的原因 幻剑锋风风主感开道 北明雪的气韵真是强大 居然能得到三大剑爵的出本 陆剑锋风风主神色迷惑 道 可是 这三年来 他一直都在陆剑锋中修行 根本没有离开过 哪里会得到三卷剑爵 三年前 八大剑锋风风主相互对视一眼 同时想到一个人 三年前 正是天界那位苏主抵达的时间 难道是他传给北明雪的 如此说来 他应该也修炼过三大剑爵 他能将三大剑爵的出本 传给北明雪 可见他对北明雪确实是极为重视 像是三大剑爵这样的功法神通 就算是清传弟子 都未必能看到三大剑爵的出本 更别说 像苏子墨这般 直接将三大剑爵的出本交给北明雪 不管怎样 三大剑爵的出本仪式多年 总算在这一世 回到我们剑界修士的手中 若真是那位苏主将三大剑爵传给北明雪 陆兄 你应该去见见他 当面道谢 三大剑爵回归剑界 意义太大了 实际上 陆剑锋风风主的心中 也清楚此事的重要 但他毕竟是先王 而苏主只是真仙 让他去当面道谢 他心中还是有些抵触 放不下架子 再者说 北明雪生死未卜 就算三大剑爵回归 他也没什么心情 陆剑锋风风主道 这些都是猜测 若三大剑爵真是此人传给北明雪 我去道谢也没什么 他若是能救活北明雪 别说道谢 让我准备一份大礼 双手奉上都没问题 一个引来久久天节 诞生新的无上神通的剑道妖孽 只要能活过来 绝对是剑界未来的希望 任何大礼都换不来 时间飞逝 转眼间 一个月过去 这段时间 八大剑锋的剑修之间 几乎都在议论着之前的久久天节 王栋等陆剑锋剑修 每天都会有人守在北明雪的洞府前 期待着里面能传来一些消息 只不过 洞府始终紧闭大门 里面也是悄无声息 陆剑锋风风主虽然没有露面 但他也会时不时看向那个方向 这一日 这座关闭一个月的洞府大门 缓缓开启 一道修长曼妙的身影 从洞府深处渐渐走了出来 守在洞府外面的剑修 第一时间寻声望来 看到洞府中走出来的那道身影 都瞪大了双眼 神色震撼 北明雪出关了 这个消息 如同一道猛烈的风暴 迅速地席卷八大剑锋 引起巨大的震动 北明雪当日的伤势情况 众人都看在眼中 连先王强者都束手无策 谁都没想到 北明雪居然还能活过来 而且伤势痊愈 王洞等人得到消息 第一时间前来祝贺道喜 北明雪踏入真一镜 就意味着与他们一样 已经成为剑界的真传弟子 山巅之上 陆建峰峰主陆云望着这一幕 心神激动 忍不住大笑起来 哈哈哈哈 真是天佑我剑界 陆云望着山巅上 一片片枯黄的莲花 心难道 诸仙前辈 你看到了吗 我剑界诞生了一位 久久天杰的妖孽 虽然北明雪渡劫结束 山巅上的莲花 没有如他预想中那般恢复生机 可看到北明雪完好无损的归来 陆云的心中 还是涌现起一阵狂喜 与此同时 其余几大剑锋 封竹也都得到消息 看来在这一世 陆建峰要崛起了 陆建峰出了一个北明雪 三大剑爵又回归剑界 陆云怕是做梦都要笑醒 倒也未必 这一世 即剑锋有云亭 绝剑锋有林寻真 究竟谁能在剑道上走得更远 还未可知 八大剑锋的真传弟子中 北明雪 云亭 林寻真三人都将诸仙剑修炼到准无上神通的级别 不知道 最终谁能先一步领悟真正的诸仙剑 北明雪虽然得到一剑双寒的无上神通 但并不意味着 他已经完全领悟 想要领悟掌控一道无上神通 难如登天 北明雪还要继续修炼三物 需要时间沉淀 需要契机 只能说 他是最有机会领悟一剑双寒的剑修 山巅之上 陆云望着刚刚走出洞府 正在接受诸多剑修祝贺的北明雪 沉吟不语 少许之后 他突然神视传音 让北明雪来陆剑锋山巅 一来 他想试探一下 北明雪是否能让山巅上的莲花恢复生机 二来 三大剑爵之事 他的问清楚 没过多久 北明雪登上陆剑锋山顶 在先王强者的庇护之下 周围的剑气并未对他造成太大的冲击 他是第一次来到这里 望着周围大片枯黄的莲花 眼中略过一丝惊讶 陆云的眼底 略过一丝失望 周围的莲花 没有任何动静 陆云暂时将此事放下 面带微笑 道 北明雪有件事我想确定一下 你身上的三大剑爵 可是你那位师尊传给你的 提及三大剑爵和苏子墨 北明雪的脸上突然略过一丝戒备 陆云玩耳 道 你别紧张 三大剑爵既然在你的身上 就是属于你的 没有你的允许 谁都不能拿走 至于你的师尊 我也不会伤害他 若是三大剑爵 是他传给你 我还得准备点礼物 当面道谢才是 第二千七百五十八章 妖孽对决 北明雪自知此事 瞒不过陆建峰峰主 他也相信 对方会信守沉默 不会伤害苏子墨 才点了点头 道 三大剑爵确实是师尊传给我的 果然 陆云微微汗手 沉吟不语 既然如此 他确实应该去见见这位苏主 当面道谢 只是 该准备什么谢礼 倒是让他有些为难 礼物轻了 显得不够重视 有些失礼 可这个苏主 毕竟不是见戒中人 只是北明雪下界的师尊 礼物太重 也不太合适 如何准备一份诚意十足 恰当好处的谢礼 陆云一时间还想不出来 当然 陆云去见这位苏主 还有更重要的是 北明雪引来九九天节 还降临下来见到一种新的无上神通 渡劫之时 引来大罗剑碑共鸣为其助阵 毫不夸张地说 北明雪将被见戒视为最重要的真传弟子之一 虽然只是刚刚踏入真一境 但他在见戒中的地位 在众位见戒强者心中的重要程度 绝不会弱于灵寻真 云庭 如今 北明雪是归一其真仙 而他的师尊 那位苏主 应该只是刚刚突破到天人旗 两人的境界相差不多 甚至在陆云看来 若是放开限制 可以无视修为境界切磋的话 北明雪绝对能打败他的师尊 渡过九九天节 有机会修炼出两道无上神通的见解妖孽 完全可以跃及而战 这样一来 两人的情况 就显得有些尴尬 在陆云看来 这位苏主已经没有资格 继续传到北明雪 北明雪的师尊 最差也得是一位先王 先王的眼界见识 对道法的理解感悟 远远不是一位真仙所能比拟 普通先王都差了点意思 可是他这种巅峰先王 以封之主 才有资格成为北明雪的师尊 再者说 北明雪毕竟修炼的是剑道 那位苏主即便修炼过三大剑决 他在剑道上 还能比得过北明雪 既然如此 此人又能传授北明雪神吗 当然 这些话 陆云不好在北明雪面前说 他隐约能感受到 北明雪对那位苏主极为尊敬 而且有些依赖 他想借着这次机会 与那位苏主谈谈此事 若是此人主动退出 这对北明雪 也是更好的选择 封主 若是没有其他事 我就先告辞了 北明雪见陆云沉思许久 也不知在想些什么 便开口说道 嗯 陆云应了一声 随口问道 你准备去哪 即剑锋 北明雪淡淡地说道 嗯 陆云似有所觉 捕捉到北明雪身上流露出来的一抹剑意 问道 你去即剑锋做什么 北明雪道 我曾与云亭有一场约战 现在便去赴约 这 陆云迟疑了下 道 北明雪 你度过久久天节不久 伤势也刚刚恢复 还未在真一镜修行过 我建议 你在真一镜修炼一段时间 熟悉一下真仙之间的战斗 北明雪微微摇头 道 就是找他是剑 来熟悉真仙的战斗 而 陆云有些无奈 道 找人是剑 也不用一上来就去找云亭 你可以换个弱一点的对手 先切磋一下 在陆云看来 北明雪虽然度过久久天节 但若是对上云亭 还真是胜负难料 云亭在剑道上的天赋 也是当时罕见 而且 云亭得到过诸多剑道传承 每一种剑道 云亭都已经修炼到大城 更何况 云亭在真一镜的修炼时间 比北明雪要长很多 北明雪刚刚踏入真一镜 他最大的优势 就是将来有机会领悟两道无上神通 他现在找上云亭 等于浪费了这个优势 更重要的是 陆云的心中 还有另一层担忧 北明雪修炼的毕竟是武道 连道果都没有凝聚出来 虽然踏入真一镜 但对上拥有道果 更加纯粹的真仙云亭 北明雪能有几分胜算 北明雪仿佛看出陆云心中的顾虑 淡淡地说道 我以武道踏入真一镜 既然要战 就要找同阶中的最强者 想必八大剑锋的很多同门 也都想要看看 武道在真一镜的战力 事实上 也正是如此 得知北明雪出关之后 留在众多剑修心中最大的悬念 就是北明雪修炼武道 踏入真一镜之后 战力达到什么样的层次 天洁毕竟只是外在 若是北明雪的战力 在同阶中还无法排进前十 就算引来九九天节又能怎样 恐怕只能证明武道的不堪 陆云见北明雪去意已决 也不好再劝 只能叮嘱几句 又将云亭之前显露出来的一些底牌手段 大概跟北明雪交代一番 北明雪听完之后 转身朝着传送阵行去 直奔即剑锋 陆云望着北明雪的背影 沉吟不语 在陆云的认知中 武道毕竟只是下界修士创造出来的道法 残缺不全 还无法与仙佛魔这种万古传长的法门比肩 若是武道真的很强 那位创造武道的苏竹 怎么不继续修炼了 陆云早就暗中观察过苏竹 苏竹的修炼 明显属于仙佛魔的一脉 是海中凝聚着道果 若是北明雪败了也好 陆云转念一想 如此一来 他就有更加充足的理由 劝说那位苏竹放手 让北明雪败在他的门下 北明雪前往极剑锋挑战云廷的消息 不禁而走 刚刚平静了一个月的八大剑锋 再度沸腾起来 对于众多剑修而言 两个剑界的爵士妖孽对决 可比九九天节好看多了 快走 去极剑锋 北明雪和云廷要打起来了 北明雪也太强势了 刚刚踏入真一镜 就要找云师弟切磋 别看北明雪引来九九天节 但他没有到果 对上云师弟 可能胜算不大 众多剑修议论着 利用传颂阵 纷纷朝着极剑风行去 北明师妹实在太心急了 王栋得知此事 不禁忧心忡忡 摇头叹息 他若是修炼各数百上千年 对那道一剑双含有所感悟 哪怕只是达到准无上神通的级别 对上云师弟 也有七成胜算 而如今 两人都只是掌控诸仙剑 这一道准无上神通 北明师妹又刚刚踏入真一镜 完全没有什么优势 八大剑锋的各大真仙强者 王栋公孙宇 沈月秦忠等人听到此事 也纷纷动身 一时间 极剑风群修奇剧 两位剑界绝世妖孽的对决 万众瞩目 第二千七百五十九章死不了 两大妖孽的对决 引来无数剑修的围观 在剑界之中 这种顶尖级别的妖孽对决 并不容易看到 像是林寻珍 在同阶中 完全没有对手 而云廷与林寻珍之间 修为境界相差不少 也无法切磋 因为北明雪突然引来九九天节 踏入真一镜 才形成一场同阶对决的矿石之战 这一战 不仅仅是北明雪与云廷的对决 无数剑修也都想要看看 北明雪修炼的武道 在真一镜的究竟能发挥出怎样的战力 八大剑锋一片沸腾 北明雪的洞府中 却异常安静 苏子墨没去凑这个热闹 他对北明雪和云廷太了解 两人这一战的胜负 对他来说没有太大的悬念 三年来 他大半的精力都放在北明雪的身上 北明雪踏入真五镜 他也放下一桩心事 准备继续修行 三物道法 他的修为境界提升得很快 已经后来居上 超过云廷 但实际上 现在他还远远没有达到自己战力的上限 目前为止 诸仙剑诸佛龙像 六道轮回 刹那芳华 四手八臂 六牙神力这几道神通 苏子墨都已经修炼到准无上的级别 只不过 想要修炼成真正的无上神通 还需要继续感悟 别看只差了一个准字 神通威力 便是天壤之别 苏子墨若是能将这几道神通 全部修炼成无上神通 他的战力 才会达到最巅峰 到时候 有六牙神力 四手八臂的加持 配合几道无上神通 究竟能爆发出怎样的力量 他都难以预测 古往今来 没有任何一个人 可以同时掌握这么多道无上神通 距离北明雪离开 已经过去大半天的时间 终于 洞府大门传来一阵响洞 没过多久 一道身影缓缓走了进来 苏子墨睁眼望去 北明雪的衣衫有些凌乱 血迹斑斑 脸色略显苍白 气息虚弱 明显这一战消耗极大 打得极为辛苦 但北明雪的神色依旧镇定 目光如见 锋芒犹存 赢了 苏子墨问道 赢了 北明雪点点头 试图两人一问一答 都没有多说 苏子墨早有预料 自然不会多问 也没有任何好奇 北明雪性情如此 纵然胜过云庭 也不会表现出什么兴奋激动 苏子墨闭眼 正准备继续修炼 他突然心中一动 鬼使神差地问了一句 云庭没事吧 北明雪的身形一顿 沉默少许 才到死不了 苏子墨 北明雪的洞府中 又恢复安静 苏子墨三物道法 北明雪静静疗伤 但极剑风上 此时仿佛炸了锅一般 人声鼎沸 一片喧嚣 北明雪都已经回到洞府 极剑风上仍聚集着大量的剑修 迟迟没有离去 两大妖孽的这场大战 持续了整整两个多时辰 众人目睹整个过程 脸上的震撼之色人味消散 北明雪和云庭大战交手 展现出来的剑道杀伐 让在场众人大开眼界 大战之初 许是不太熟悉真仙之间的战斗 北明雪落在下风 始终被云庭所压制 但随着时间推移 北明雪渐渐摆脱劣势 在大战最后 北明雪强势反击 全面压制住云庭 最终 云庭被北明雪打得昏迷不醒 太来剑仙等一众巅峰真仙将他抬了下去 这场大战才宣告结束 云庭也太惨了 一张脸都被揍成猪头 看不出人形了 北明师妹出手特狠 怎么感觉像是对云师弟有什么深仇大恨似的 不愧是引来久久天节的妖孽 刚刚踏入真一镜 就给云师兄镇压了 这便是武道吗 这也太强了 云师弟的强大剑血 都压不住北明师妹的气血 北明师妹气血中蕴藏的剑意 明显更加恐怖 而他似乎还没有完全掌控 武道如何修行 不知道我现在改修武道 是否还来得及 这一战的结果 超出绝大多数剑修的意料 也在八大剑峰中 引起巨大的震动 王栋公尊宇 行中等几位巅峰真仙神色复杂 感慨万千 王栋苦笑道 没想到 北明师妹没有到过 战力依然如此恐怖 我之前还屡次劝说他不要修炼武道 如今想想 真是有些羞愧 情中咧着大嘴 择舌道 北明妹子太狠 刚刚踏入真一境 就已经同皆无敌了 公孙瑜也感慨道 是啊 若是北明师妹将来领悟一剑双寒的无上神通 云师弟就更敌不过他了 不要说云师弟 沉月道 若是北明师妹的境界 追赶上我们 我们恐怕都不是他的对手 即剑峰的山巅上 这武道究竟是什么 我都有些好奇了 我观察下来 武道应该重在肉身血脉的修炼 北明雪的肉身血脉之强 同皆无人能敌 有这样的肉身血脉 配合他的剑魂 剑道和剑星 北明雪就是一柄纯粹无瑕的绝世仙剑 陆兄 恭喜了 几位丰主拱手道 陆剑峰有北明雪 将来有望成为八大剑峰之首 陆云心中早就笑开了花 但表面上仍是强装镇定 微微汗手 道 他毕竟刚刚踏入真一境 还差得远 北明雪成为真仙 陆兄也可以名正言顺地 将他收入门下 绝剑峰峰主道 北明雪见到天赋无双 你可得好好叫 提及此事 陆云微微摇头 道 北明雪还没有拜师之意 他似乎仍想跟着纳德苏竹修行 这如何使得 魔剑峰峰主皱眉道 纳德苏竹的修为 与北明雪相差无几 让他来叫北明雪 岂不耽误了一个绝世天才 这事不好办 陆云审声道 不管怎样 北明雪是修炼人家创造的舞蹈 才取得今日的成就 而且 此人还将命学一线的北明雪救回来 又将三大见诀的出本古卷传给北明雪 从某个角度来看 他对我们间接都有一份恩情 我若让他离开北明雪 未免显得有些失礼 第二千七百六十张看破红尘 转眼间 距离北明雪和云亭一战 已经过去半年 半年来 苏子墨一直在北明雪的洞府中闭关 来到建界之后 难得迎来一段安静的时光 其间再没有什么人登门挑战 这一日 洞府外转来一阵神势波动 苏子墨虽然有所察觉 但这阵神势波动有些微弱 他仍保持在入定状态中 并未苏醒 苏兄 苏兄 过了一会儿 这阵神势波动再度传进来 显得有些小心翼翼 云亭 苏子墨睁开双眼 不知云亭跑过来做什么 但还是催动神势 将洞府大门打开 云亭见洞府大门打开 却没有走进来 而是在洞府门口招里面张望 不知道在找什么 苏子墨扬声道 云兄有什么事 不妨进来一续 云亭倾壳一声 神势传音道 苏兄 你那的弟子在里面吗 北明雪 苏子墨道 他不在 前往万剑宫修行去了 北明雪成为真传弟子之后 便有机会前往万剑宫 在大罗剑碑之前修行 三物剑界的禁忌密典 大罗剑点 大罗剑点 就印在大罗剑碑之上 在剑界 大罗剑点不属于某一个人 当年那位 罗天大帝曾传下古讯 只要是剑界的真传弟子 历史不将剑点上的剑道 私自外传 不背叛剑界 便可以来大罗剑点前三物剑道 也正是因为 罗天大帝的这个古讯 让剑界在促葛纪元中 都是最为强大的剑面之一 每个人 观看这部大罗剑点 根据自身不同的经历 肉身血脉 过往修炼的功法 领悟出来的剑道都不一样 由此也就衍生出 剑界最为强盛的八种剑道 便是如今的八大剑锋 不 听到北冥雪不在里面 云廷轻疏一口气 似乎如是重负 放松下来 大摇大摆地走进洞府 云兄有事 苏子墨问道 云廷正要说话 突然注意到苏子墨的修为境界 不禁瞪大了双眼 师生道 你这修炼速度也太快了吧 已经天人齐了 苏子墨点点头 道 有半年时间了 上次渡劫的时候 云廷的注意都放在北冥雪的身上 根本没发现苏子墨已经突破 真一静的修为提升 要比玄元 异元 天元困难许多 这不仅仅需要大量的天地元气 修炼资源 还需要对天地有一番心的感悟 就连云廷这种天赋 专修剑道 都还没有修炼到归一旗的巅峰 而苏子墨已经修炼到天人旗 云廷始终将苏子墨是为自己的对手 被苏子墨打败两次之后 仍为灰心泄气 但半年前 他输给北冥雪 确实对他造成不小的打击 如今 他看到苏子墨的境界已经超过他 心头再度遭到重击 要知道 苏子墨之前两次打败他 修为境界都比他低 而且 苏子墨没有爆发权力 至少没有释放出造化清廉的气血 两人若是同街一战 云廷就更没什么把握 而如今 苏子墨比他的境界还高 这意味着 他根本不可能胜过苏子墨 云廷再怎么骄傲 再怎么自负 此时也不免感到有些泄气 苏子墨笑了笑 岔开话题 问道 你是来找北冥切磋吗 他以为 云廷刚刚询问北冥雪的去向 应该是来北冥雪切磋 更何况 云廷生性好战 众目睽睽之下 败在北冥雪的手中 肯定不愿服输 会找机会重新再战 不料 云廷听到找北冥雪切磋几个字 突然浑身一击灵 连忙说道 我不是找他 我不跟他切磋 这 看到云廷满脸抗拒 苏子墨反倒愣了一下 云廷如此好战 如此自负 输了一次 居然不想找回颜面 他打败云廷两次 云廷都一直不服 总想着找他切磋第三次 北冥雪一次就给云廷打服了 苏子墨似笑非笑地看着云廷 问道 你不是想要追求北冥吗 不 不 不 云廷脑袋摇得像个拨乱骨 心有余悸地说道 那个疯婆娘 话刚说出口 他就意识到不对劲 心可一生 改口道 你那位弟子太凶了 我可驾驭不了 跟他打一场 光是养伤 我就养了两个月 这以后要是结为道理 可还了得 我怕是活不过明年 苏子墨 半年过去 云廷的脸上 仍流露出深深的忌惮 苏子墨突然有些后悔 当时没去现场观战 不知道两人这一战 究竟是怎样的情形 竟给云廷打出如此巨大的心理阴影 苏子墨劝慰道 见解之中的女子 也不止北明义人 你可以再去寻找其他女子 不了 云廷摆摆手 咧嘴道 女人都是一个样 凶得吓人 别看我姐平日里文静温柔 发起风来 对我下手可狠了 还是修炼剑到好 我以后可不动这些花花心思了 就应该专心练剑 苏兄 估计这一截 也是上天对我的考验 提醒我修行 见到当一心一意 不能心缘一马 胡思乱想 云廷感慨一生 仿佛看破红尘 大彻大悟 苏子墨神色古怪 在云廷的身上 他竟然感受到一股佛门禅意 这 苏子墨心中泛起了嘀咕 北明雪这一战 不会把云廷打得断入空门了吧 这是要是让云竹知道 不知会作何感想 就在此时 门外传来一道声音 苏竹小友 在下陆见封封主陆云 前来拜访 陆见封封主 苏子墨和云廷两人对视一眼 都有些迷惑 不知道这位先王强者登门 所为何事 请静 苏子墨起身 将陆云迎入洞府之中 陆云见到云廷 也面带笑意 唯唯汗守 陆封主 需要我离开吗 云廷行礼问道 陆云稍有迟疑 道 也不必 随后 陆云转头看向苏子墨 唯唯拱手 沈圣道 我此番前来 是想跟苏竹小友道谢 前辈言重 道谢所为何事 苏子墨问道 陆云道 多谢小友传授北明雪武道 叫出来这么一个爵士天才 又将他在死亡边缘救了回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